第921章罗家的盘算 开天怎么可能 在我们乱兴皇朝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这样的记载 罗家兄弟都是不敢相信 罗红道眉头为皱 不满地道 没有发生过 就不会发生吗 那奇迹一词还有存在的意义 再者 本朝没有开天者 那别的地方也一定没有吗 罗家兄弟都是震惊的头皮发麻 这是他们不敢想象的 早在三十多万年前 就有一个大学朝飞升而来 而此国国主五道天赋惊人 短短数百年就达到了山河境大圆满 思 听罗红道这么一说 罗家兄弟都是倒抽粮气 几百年就修完了山河境 这真是太惊人了 要知道素有绝顶天才之称的赵伦 现在也已经有五百出头 可依然只是山河境大级位而已 为什么从来没有这个大学朝的记载 罗爸问道 因为这个大学朝附庸于一个小王朝 可国主居然隐藏了身份 进入了我朝 还在赤天学院中休息了几百年 罗红道说道 大学朝 难道那人就是白星塔第三关中的精神烙印 实然 罗爸猛地反应了过来 不错 罗红道点头 可为什么几乎没有他的传说 罗爸好奇道 因为此人竟潜入了国库 想要偷盗国之重宝 所以被女皇陛下下了眼令 抹去他存在的一切痕迹 不过 白星塔的气灵是独立的 同境界一战没有人可以压制得住此人 因此那里就成了唯一还有他存在痕迹的地方 罗红道说了一桩逆星 罗家兄弟都是呲牙 居然敢进入国库进行偷盗 此人的胆子真是大到逆天了 给你们说这件事情 就是让你们知道 要打倒一个人之前 必须对他有十足的了解 否则 你们便可能是被打倒的人 罗红道正荣说道 家主大人 我等明白了 罗家兄弟连忙恭敬帝说道 霸儿 本座在问你 可有信心与那见明一战 罗红道盯着罗爸 眼神凌厉 罗爸心中一领 大声道 为了家族 罗爸愿上刀山 愿下湖海 哈哈哈哈 罗红道大笑 猛地一拍桌子 道 好 他丢出一块赤色的石头 道 这是血气石 传说中真正的天地神兽受伤 血液与眼泪交织 在石头上留下了不灭气息 以将之恋化 战力必能冲破二十星 到时候 在与那见明打生死战 一定要将此人杀死 罗红道满脸森然 两千真元时没有被他看在眼里 可这个小世界的剑名居然敢敲诈罗家 这连他都是动了真火 若非还有个池天学院 他直接派人将灵涵轰杀的心都有了 但现在 他只能绕一个圈子 罗爸则是大喜过望 血气石对于破虚境来说是绝对的至宝 天地神兽的气息加成之下 自己每一级挥出的威力都能放到好几倍 而且这是永远驻留的 只不过本身的境界越高 这帮助自然也越小 即使如此 他的战力也能轻易突破二十星 那镇压灵涵肯定没有问题 罗列则是满脸的羡慕 同样是罗家的天才 可他的牌在罗爸的后面 什么好处都得罗爸享用过了 他才能顶上 数量不够就没有他的份 他也想要血气石呀 可现在他只有跪幅着 将双拳握得紧紧的 脸上还要装作替罗爸高兴的模样 不知怎么地 他有句道口的话并没有说出来 水燕玉曾经说过 开天而来的人 可能得到天地后赐 拥有额外三星的力量 开天要求破削二十星的战力 再加上额外三星的力量 那至少也得有二十三星的战力是不是 罗爸即使练化了气血石 也不一定是凌寒的对手 可他们既然要打生死类 罗列的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于他而言 这二人谁死了都是一件好事对不对 那他又何必多舍呢 他也是有野心的人 绝对不想做千年老二 练化气血石后 立刻向那贱民挑战 这一次 绝对不要再让本座失望了 罗红道满脸肃然 罗爸一定不会辜负家主大人的期望 罗爸兴奋地道 炼化了这块血气石 他一定会成破虚境中的第一高手 什么林涵 什么马兴 陈浩然 他通通一只手镇压 在辖着股威势向季家求婚 季云儿这个贱人 居然与林涵打得火热 他恨 以后弄到这女人之后 定要好好地惩戒于他 古林涵绝对是个单吃 一讨论起单道来 他就忘了一切 甚至说得累时 他也漫不在乎地往床上一趴 直接睡了过去 只留下一句醒了再讨论的话来 这让林涵哭笑不得 你也太相信人了吧 虽然他一说起单道来 就像个狂人 完全没有一点女人味 可看看他的角色容颜 再看看他诱人的身段 就那么毫无防备 递往床上一躺 你真以为人人都是君子吗 就算是君子 那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里 林涵摇了摇头 将卧室让给了对方 自己则进入了黑塔之中 平静的生活 还剩下两天 第二天 古林玉又与林涵讨论单道 直到林涵实在不堪其烦 将他轰出了院子 这才让他耳根清静 只是前脚才把古林玉赶走 后脚立维维和季云 而又连眉而来 木头 我爹要见你 立维维是来通知一个消息的 左相要见自己 林涵有点惊讶 他虽然很自傲 可也明白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在左相面前就只是一个小人物 连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是没有 这才过去一个月都不到 又要见自己了 不知道的人听了 还要以为他这圣卷正龙呢 立维维只是来通知一下 以他的大小姐脾气 当然不会陪林涵一起回去 说完就走了 林涵却不敢怠慢 立刻赶去了左相府 一路通报 还是向成允出现 带着他来到了一个小花园中 左相正在修剪一盆花 全神贯注 向成允不敢出声打扰 在一边肃立等待着 林涵看着 顿时露出了金融 在立香的手下 这盆花竟是散发着某种神韵 每一根枝条都好像是五道宗师 在伸展着手脚 掩饰一门起法 他不由与自己正在修炼的六法规一相参考 一时之间竟有大悟 当节盘坐下来 有大道韵律从体内震荡而出 被这么一惊 左相顿时发出一声轻疑 停下了手来 第922章敲打 大胆 向成允立刻赤道 这打扰了左相 谁都要被重罚 可林涵却是充耳不闻 他现在全身心都在六法合一之上 便说向成允只是呵斥一声 就是生动如雷 天崩地裂 他都不会知道 左相却是将手一摆 制止住了向成允 脸上露出一抹亚然之色 这是顿悟啊 于舞者来说 顿悟甚至可以说是最最重要的机缘了 什么叫顿悟 以平时苦苦思索不解的难题 一下子就解开了明白了 或者说摸到了头绪 得到了线索 有悟透的可能 领悟是自己的 确实有帮助领悟的丹药 天地神果 可也只是帮助 并非一定能够成功 以一个顿悟 说不定就让停滞十几万年的修为出现了进步 比如左相吧 他现在是新陈静小级位巅峰 可没有特殊的机缘 他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冲上中级位 缺的 就是一丝领悟而已 看到临寒陷入顿悟 便是左相都是忍不住升起了一丝忌妒 要是自己也能顿悟一下的话 说不定十年百年之后 他就是新陈静中级位了 别看只差了一个小境界 但这一步的跨越却不是云泥 站立的提升至少十倍 他不由失效 居然会去嫉妒一个破虚境的小舞者 不过 太早顿悟其实并不是好事 因为老天爷绝不会太厚爱一个人 让你老是顿悟 一般来说 即使是天才一生中 也只会遇到一两次顿悟的机会 机缘逆天的人也顶多四五次 因此 顿悟的时机越是在境界高的时候出现 这价值自然越大 项承允不由露出一抹惊讶和嫉妒 左相大人居然在一边等着灵涵醒来 这是什么待遇 整个天下 就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让左相大人等 乱星女皇 现在 一个小小的破虚境居然也有了这样的待遇 岂能不让项承允又是惊讶 又是嫉妒的 这一下顿悟 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时辰 灵涵猛地睁开双眼 露出意犹未尽之色 他在六法合一有了长足的进步 只是从领悟中醒来的早了几分 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 他一清醒过来 才意识他盘坐领悟的不是时候 连忙站了起来 只见左相正含笑盈盈地看着他 向承允则是目无表情 散发着一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冷漠气息 小子突然有所领悟 浑然忘了一切 还请左相大人原谅则得 灵涵施理道 无妨 左相还是十分大度的 能够爬上他这样的高位 修炼到这样的境界 又岂是平常人 他向向承允看了一眼 道 承允 你先出去 向承允先是一睁 然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左相大人居然还有事要瞒着自己 而且 是要和灵涵说悄悄话 他本来就已经对灵涵产生了嫉妒 现在自然是燃烧到了极致 可他再是宠儿娇也不敢违抗左相的话 只能答应一声 转身离去 但目光扫过灵涵的一瞬间 他露出了无比森寒之意 灵涵不禁莫名其妙 这就得罪他了 带向承允离开之后 左相又拿起了剪刀 修理着盆花 他不开口 灵涵自然也不能主动问 便在一边垂手立着 过了好一会 左相才放下了剪刀 随口问道 唯唯最近在帮你做生意 这话 可轻可重 轻 那一笑了之便可 可言重的话 你让左相之女替你跑腿 你是什么东西 灵涵谈吟一下 才道 确实 与四小姐还有记小姐在做些生意 两位小姐也只是图个新鲜 好玩 左相呵呵一笑 道 看那妮子的镜头 可不像只是玩玩 而是干劲冲天 四小姐做什么事都认真 灵涵夸了一句 左相不禁大笑 明知道灵涵这话不可信 可她最喜欢这个小女儿 听了仍是龙颜大乐 她点点头 道 这你子难得用心做点事 本相也很欣慰 灵涵心中松了口气 这是算是过去了 左相不会追究她利用力为为这一劫了 唉 明明是她让力为为共同发财 怎么现在导成是力为为的恩惠了 这可见左相的处事之妙 换了另一个人 现在肯定诚惶诚恐 要对力为为感激的五体投递了 左相再次拿起剪刀 一边修材着 一边漫不经心地道 唯唯也差不多到了可以嫁人的年纪 不过 本相很不放心 怕她年轻 被人所悟 灵涵不由地心脏砰砰砰地跳 虽然左相没有明指 可分明是在说她 看来 这些日子与力为为走得太近 让这位左相不满了 任灵涵表现出来的天赋有多么妖孽 可她现在的境界实在太低了 哪里配得上左相府的千金 哪怕只是有一丝丝的可能 左相都要切断这样的可能性 能够配得上四小姐的 至少也得是七姜的公子贵少 灵涵说道 这也算是一种表态了 左相很满意 这个小世界来的人很聪明 只需要轻轻一点就明白了 她顿了一下 道 每个十年 三大皇朝都会进行一场切磋 分破虚境河山合进两场 今年就会进行破虚境的切磋 每一国各出十人 轮流手泪 谁第一个十人全败就是莫名 谁能坚持到最后 便是第一 她看了眼灵涵 又道 你便代替左相府出战吧 靠 明明是要自己出力 为何还一副是自己得了恩赐的模样 不过 她现在也被打上了左相府的标签 那左相要她办事 难道还需要征询她的意见不成 小小的破虚境 是 林涵点头 不过 此时关系到一国之体面 便是本相提名也不见得一定会通过 左相又道 所以 你还得打败其他的竞争者 才能获得这一为国出战的荣耀 是 林涵说道 心中想到要是帮助乱新皇朝夺得第一的话 会不会得到嘉奖啊 既然都说了是一国之体面 荣耀什么的 那获得第一给的赏词应该也不会寒碜 是不是 这么一想 林涵就有了动力 去吧 左相挥了挥手 第九百二十三章 私定终身拉 林涵出了花园 只见向成云正在门口等着 看到林涵的时候 双眼中不由地流露出了寒芒 但还没有等他开口 却是猛递一领 露出肃然聆听之色 是 他连忙对着空气说道 一转身进了花园中 显然 他是得到了左相的召见 林涵不由摇头 其实向成云也算是一个天才了 他查过向成云在学院的成绩相当亮眼 只用了七百来年就达到了山河境大级位 却是自己脱离了学院 追随于左相坐下 靠着左相这棵大树 现在确实日月境强者也不敢在向成云面前摆谱 看起来确实威风了 但他在左相面前却是如同狗一般 叫他向前不敢向后 这样的人生又有意义吗 林涵就绝对做不到 武者最重要的还是修炼自身 投机钻营终究不是王道 林涵在心中说道 也没有去劝向成云的想法 这路都是自己选的 他人何须智慧 他回到了学院 专门修炼他的六法合一 经过左相辅的一番顿悟后 他在这条路上进步了一大截 有把握在半年之内将力量提升到二十星的极限 又是一天之后 学院中报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林涵和水燕玉私定终身 已经结成夫妻了 消息传出 可以说整个学院都沸腾了 林涵是谁 大部分人还不清楚 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他是这届北分院招生的第一名 通过了巴塔 未来有机会成为四星天才 不过 水燕玉绝对是的名人 首先 他在二十年前便是黄兜的角色双叔之一 只是进入了学院之后 才会被后来人取而代之 毕竟神界最不缺的就是美女了 可若是将万年来的美人全部列出来进行排名的话 水燕玉绝对可以稳尽前三 甚至夺得第一都不意外 美如天仙 燕如桃李 这是一个连苦修事件了都会心动的游物 否则又怎么可能让赵伦发出声音 认定是赵家未来的主母呢 对 让水燕玉名声更大的原因便是赵伦了 赵大将军之子 学院史上排的上号的天才 谁都知道 水燕玉是他的竞篮 可现在居然有人敢横刀躲爱 这谁啊 胆子也太大了 然后 林涵所有的资料都被挖了出来 此届北分院招生第一名 通过了八塔 会炼丹 从小世界而来 开天的地主 最后一个资料非常惊人 因为在大部分人眼里 开天那只属于传说 连神界都甚少有人可以达到破削二十星 小世界麻 达到十五星就不戒了 哪怕有国士的家成都不可能冲破二十星这道坎 这怎么开天 不简单 从小世界出来都能达到破削二十星的战力 难怪可以通过八塔 列入顶尖天才之中 但是在赵家面前 这一切都是虚妄的 林涵只是投靠于左乡门下而已 除非他是左乡亲子 否则又岂有资格与赵大将军的公子争女人 许多人都是等着看林涵怎么收场的 这赵伦可是公开放出话的 待他一从学院毕业 就会将水燕玉取过门 反而这也得到了水家的同意 木头 木头 李维维则是兴奋地跑了过来 你真和水姐姐订婚了 林涵看了他一眼 这还不是因为他的关系 他淡淡道 是又如何 看不出来啊 你长得又不是帅到惨绝人寰 更不会轰女人开心 凭什么让水姐姐清新呢 李维维拖着下巴 显得很是不解 就算我家丫鬟也看不上你 奇怪 水姐姐难道中邪了 林涵不由满头黑线 这个死小姐说话还真是伤人啊 虽然你是左乡之女 这么说了也没有几个人敢和你翻脸 可情商这么低 又有几个人会真心对你 不过 你要惨啦 赵伦那家伙不但本身是舞蹈天才 而且他还有三个追随者 哪一个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随便吩咐一声 就有小弟把你 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第二天你就横尸街头了 林涵叹了口气 道 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 李秋本小姐啊 力维为双手插腰 赵伦虽然很厉害 可本小姐就不怕她 李秋的本小姐开心 本小姐也不是不能保护你 那算了 我对做人奴才没什么兴趣 林涵断然拒绝 力维为顿时大脑 这个死木头之不知道 就是他要和赵伦为敌 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 这赵家的实力可丝毫不输左相符 而且 达到他们这样的高度 小辈的态度也从来不仅代表了小辈 万一让人传出左相宇 赵大将军不合的消息 那不是给右相制造打击的机会了 这个臭木头 居然拒绝得那么快 辜负他的好心 真是气死他了 哼 管你死活 他脾气一来 顿时跑了 林涵神情淡然 从他答应水艳遇之时 便已经料到会有什么结果 但相信即使是赵伦也不敢在学院中崩然行凶 有些规矩总是要守的 赵家毕竟只是乱兴皇朝的将军 不是皇帝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有什么好怕的 不 艳遇真的亲口承认了 一条瀑布之下 一名年轻男子正负手而立 身后有三座山河的虚影 赫然是山河静大即位的存在 仔细看的话 他的山河不同于一般人的青山绿水 而是有一道道赤色的光芒闪动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赤 少主 他的身后半跪着一名年轻人 神情恭敬又狂热 仿佛面前这人是一尊神奇 这副手而立的年轻人正是赵伦 而半跪的年轻人则是他的一个追随者 名为左肖 他正向赵伦禀报水燕玉与林涵私定终身的事情 他很愤怒 水燕玉可以被他们的少主看上 那是对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可对方对少主冷冷淡淡不说 现在居然还给少主戴了顶绿帽子 简直该死一百次 赵伦哈哈大笑 摇头道 真是胡闹 看来 我给了他太多的自由 对了 那个人叫什么 林涵 左肖连忙道 理着人将这东西送给他 若他肯乖乖接受 就饶他一命 赵伦随手从空间灵气中丢出一物 左肖目光扫过 不由露出冷笑 道 遵命 少主 第924章赵伦的礼物 林涵 出来 林涵正在修炼 却听一声冷喝响起 他来到院子 打开门一看 外面正站着两个年轻人 都是破虚境的修为 但一个都不认识 并非这一届进入北分院的人 而是上届 也可能是上届 有何指教 林涵不动声色 虽然他已经猜到了几分 那是王婉师兄 还有张青师兄 都是赵伦师兄的手下 呸 他们也呸 他们是赵伦师兄三大追随着手下的手下 差了不知道有多远 不过 他们在这时候出现 肯定是代表了赵师兄 那是 居然敢和赵师兄抢女人 赵师兄要没反应就怪了 一扇扇院门打开 现出一个个人来 许多人更是露出了冷笑 显得幸灾乐祸 这是自然 林涵不但是这一届的第一 居然还勾搭上了水燕玉水师姐 那可是绝带有物 谁不眼红 林涵听在耳中 心中握了一下 他知道赵伦必然会有所动作 但对方显然没将他放在眼里 只是派出了两个迫须进来着 要动武吗 往往则是冷笑 这个从小世界来的家伙真是不知所谓 以为开了天就有资格在神界横行了 今天就叫他做人 我们奉赵伦照师兄之命而来 特意送来一件礼物 他说道 四周的人一听 都是纳闷了 赵伦是哪根筋搭错了吗 人家都抢了你的女人 你还要送东西给人家 林涵心中淡定 道 哦 什么礼物 往往和张青对视一眼 由往往从空间灵气中取出一支锦盒 包装得十分精美 但并不大 他将盒子托在了手里 道 还不快跪街 跪街 林涵哈哈大笑 你哪根筋搭错了 赵师兄的大礼 你敢不跪街相谢 张青森然说道 林涵挥了挥手 道 既然如此 那这件礼物拿回去便是 我受不起 往往横了一声 道 赵师兄送出的礼物 岂有收回去的道理 好 你不跪街也有的你 拿去吧 他对着张青点了点头 张青会议 开始拆起了锦盒来 众人都是好奇 赵伦究竟会送什么礼物给林涵呢 他们都不认为赵伦是个好说话的人 相反 这位天才圣气凌人 素以强横出名 锦盒外面的丝断解了开来 在众人的瞩目之下 张青将锦盒打开 献出了盒子里的东西 顿时 全肠鸦雀无声 放在这锦盒之中的 竟是一只狗项圈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赵伦是要把林涵当成狗 收在身边使唤 如此轻蔑 如此羞辱 在我眼里 你只是一条狗而已 林涵 赵师兄说了 你要收下这件礼物 就饶你一命 往往笑道 满脸的傲然之色 刷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 全部盯到了林涵身上 收下这件礼物 那就是赵伦的奴才走狗 可要不收吧 那就是一个死字 赵伦说的话 谁敢当是一句玩笑 除非林涵一辈都躲在学院里 否则照大将军之子 要杀个破虚境还不简单 怎么办 不管这件礼物接与不接 林涵都完蛋了 没办法 从林涵与水焰玉缴 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林涵的眼里跳过一道怒火 可脸色却是平静的可怕 他看着那只狗项圈 大步走了过去 打算要收下了 也是 跟性命比起来 尊严又算什么呢 再说了 给赵伦做狗 许多人还求之不得呢 只是赵伦根本看不上 王婉和张青则是嘴角勾起 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有谁是不怕死的呢 林涵伸出手 抓起了项圈 然后猛地爆发力量 啪 这只项圈顿时被他折断 他随手丢在了地上 淡淡道 转告赵伦 好意心领 无福消瘦 啪 狗项圈丢在了地上 发出了清脆的撞击声 全场再次变得鸦雀无声 林涵这是要跟赵伦对着干了 他这是何来的勇气 哪来的自信 赵伦啊 赵大将军的独子 山河境大吉位的强者 据说本身更是三星天才 你哪来对抗的资格 大胆 竟敢损坏赵师兄的礼物 你可知道 犯了何等大罪 王婉立声喝道 林涵目光冷然 道 拿这样的东西来羞辱我 难道还不砸 你们两个立刻给我滚 别让我看着心烦 你都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还敢嚣张 王婉冷然道 啪 林涵伸手 一把就将他拎了起来 以他现在的实力 站立在二十星以下的自然不是他的义和之敌 他捏着王婉的脖子 冷冷道 既然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倒是不介意拉几个人跟我陪葬 王婉顿时下的浑身寒毛直树 他可丝毫没有围照沦陷出生命的觉悟 他和林涵又无怨无仇的 这要死了的话 岂不是亏大了 不不不 别杀我 他产生说道 胆小鬼 林涵随手一职 将王婉丢了出去 学院中允许切磋 但绝不准致死致残 林涵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死人一个 当然不会为了一个小人物而将自己搭进去 滚 他喝道 王婉和张青连忙灰溜溜地跑了 他们的实力不弱 但在迫虚境内又岂会有人是林涵的对手 你们还忘了一件东西 林涵脚一抬 修 将那损坏的狗项圈踢了过去 王婉反手抓住项圈 脚下蹲都是不敢蹲下 灰溜溜跑得没影了 众人看着 只觉林涵虽然霸气了一回 可接下来呢 学院虽然有规定 高阶学生不能对低阶学生出手 可林涵不可能永远是破虚境 一旦他迈进山河境小极位 那小极位巅峰便能向他强行挑战 你是四星天才没错 可学院同样不缺三星天才 二星天才 照样可以修理的你痛不欲生 而且 你能永远待在学院里吗 众人都是摇头 显然 林涵的时日不多了 罗家 罗宏道照来罗霸 道 你可将气血石炼化完毕了 是的 家主大人 罗霸自信满满 他现在的战力高达二十一星 让他升起了强烈的膨胀感 那贱民与赵伦结下了死仇 注定命不久矣 罗宏道说道 你立刻去挑战那贱民 否则他若是死在赵伦手里 你的耻辱便没有机会洗脱 再者 替赵伦杀了那贱民 说不定我们可以攀上赵大将军这棵大树 是 家主大人 罗霸冷笑 他迫不及待要将林涵杀死 第九百二十五章意外的收获 在赵伦送出礼物的第二天 罗霸就发出战帖 要与林涵决一死战 不是普通的切磋 而是生死斗 在池天学院 如果双方的武道境界一样 比如都是山河境小级位 又或者是破虚境 那么随时随帝都可以切磋 只要一方想战 根本不需要令一方同意 但这样的切磋不能致死致残 否则学院会进行追究 所以 要死战的话 那就必须先进行公开约战 得到对方的同意 然后才能开始 这样的话 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 那一方都不需要负责 不过 这么多年下来 发生死战的次数少得可怜 死战 学院里的人都是惊讶 虽然没有几个人 看得起从小世界来的舞者 可林涵不同 人家可是开天而来的帝王 这意味着他实力强制二十星 而罗霸应该更加清楚 与林涵的实力差距 当初可是被对方抽了两巴掌 而没有一丁点的脾气 但现在又向林涵提出死战 这是中的什么邪 难道罗霸实力大劲 自认可以胜过林涵 现在罗霸已经出招 就看林涵接不接招了 林涵的回答很干脆 给钱就打 出场费十块真元石 而赢了得再付出一百块 先签协定再打 果然 这家伙一点都没有变 得知林涵的回应后 众人都是感到好笑 明明都摊上了赵伦这样的劲敌 却还是不受影响 这家伙的脑子是什么做的 也太粗现了吧 这回罗霸也回应得很快 同意了林涵的条件 双方约定 三天后一战 林涵可以肯定 罗霸肯定是实力大尽了 才会与他决一死战 否则断无可能又送真元石又送命的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人 但他无据 除了他之外 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现在的战力 究竟达到了何等地步 力量 17星 战力25星 迫须近一星及一天地 而从20星开始 战力的提升变得无比困难 也意味着每提升一星 战力的差距也是无比巨大 罗霸可以在短短几天内 不但冲上20星的战力 而且还超越了五星 这谁信啊 林涵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他对书格那位白法老人十分好奇 之前他也找人探问过 但没有人说得出那位许老头的来历 只知道他在很久以前便在书格中了 每次看他都是一副快要死掉的模样 可就是不死 奇怪无比 他来到了书格 只见许老头还是与上次一样 打着瞌睡 他失了衣礼 到见过前辈 取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 目光突然灼灼闪亮 然后又引了下去 咳嗽一下 道 少年 你将六法皈依练成了 林涵一惊 脱口道 前辈怎么知道 呵呵 若非如此 你的力量怎么可能在短短一个月内强大了一大截 取老头反问道 老头可以看得出自己的具体力量吗 林涵点头 道 前辈果然眼力高明 晚辈佩服 取老头呵呵一笑 道不过 后生 你的处境可是相当不妙 林涵也笑了笑 道 无妨 晚辈应该还是撑得住的 取老头盯着林涵看 过了好一会 才道 老头子有一门算不上多厉害的法术 你有没有兴趣学下 这老头绝对是强者 他说不算多厉害 那肯定是谦虚之言 林涵连忙道 还请前辈四教 取老头闭上双眼 好像在假妹似的 就在林涵以为他真要睡着的时候 他才突然开口 道 这门秘术叫做七杀阵魂术 以神魂之力去冲击对手 可以让对方陷入短暂的麻痹之中 你的神魂越是强大 越是坚韧 那么能够对敌手造成的影响就越大 林涵顿时惊喜莫名 他的神魂很强大 也很坚固 可并没有什么技法 可以让神魂发挥出效果来 在轮回茶的作用下 他的神魂远要比一般的破虚九层强大 而他又修炼了不灭天经的第二层 神魂也是一天比一天坚韧 若是他学会七杀阵魂术的话 那不及防备之下 连山合金也可能中招 被他骂蔽 而这最大的效果是什么 麻痹的一瞬间 不管时间有多么短暂 肯定会陷入无意识状态 那他就可以将对方收进黑塔中 进了黑塔 那他就可以主宰一切 你说 林涵能不惊喜吗 不过前辈 我无意拜师 林涵说道 许老头笑了笑 道 只是不入眼的术法而已 就当是老头子看你顺眼 叫给你的 借前辈 林涵素然说道 顿了一下 他又道 他日晚辈若是能够有效力的地方 并不会推辞 许老头呵呵一笑 点了点头 道 也许 你真有能够帮到老头子的一天 林涵知道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要说对方是爱才才传授 他这门七杀阵魂术 林涵是不太相信的 毕竟才只是见过两回而已 但这门秘法听起来非常适合他 让他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你过来 许老头向林涵点点头 林涵走了过去 许老头则是伸出手指 指尖有一团白光闪动 向着他的额头按了过去 这是要害 要是许老头带着杀意的话 那轻轻一按 林涵连躲进黑塔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就魂飞魄散了 林涵选择相信 因此 他稳立如山 许老头的手指按了上来 嗡 顿时林涵的脑海中翻涌起无数的字源来 每一个字源都是无尽复杂 无法以言语来表达 来解释 好像是天地大道的一部分 是一种规则 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 林涵别做 不自经地去摸索着探求着 没有一点进步 他都是喜不自经 可就在他正入神时 却绝肩上被拍了一下 将他的思绪打断 他睁开眼 却见许老头对他笑了笑 道 你已经冥想了三天 今天应该有一个约会吧 林涵一惊 这就过去了三天 怎么感觉就像过去了一瞬间 他点点头 道 谢谢前辈 他日再来拜访 去吧 取老头挥了挥手 第926张罗霸变强了 林涵一边走向千锋山 一边还在回味着七杀阵魂术 每过一会都让他的感受深了一些 不由地喜不自经 恨不得立刻转身回去 好好地琢磨一下这门秘法 七杀阵魂 这其实是秘法的两个阶段 脚成为阵魂 以神念去轰击对手 造成对方意识的麻痹 这在战斗中几乎是致命的 比方两个人实力相当 甚至 我的实力还要略逊 但我一记七杀阵魂术轰出 让你麻痹一下 在街上一剑 就有可能直接奠定了圣局 不过 实力差距太大的话 也许还没有来得出 见对方就已经清醒了过来 没办法 这也只是武技 不是逆天神通 可以让人无视了武道境界 但大成之后 直接杀魂灭魄 七杀共分七重天 一重比一重厉害 然而对于本身的神魂也有极高的要求 若不能将自身的神魂也魔力的坚固无比 又怎么为风 斩掉别人呢 修成武道之心后 便拥有斩对方神魂的能力 但这对邪恶效果最好 比如师兵 可对于正常的生灵 武道之心更多的是对于自身实力的价义 在伤敌的表现上并非十分突出 这门秘术可能就是从武道之心演变出来的 将神魂的作用进一步开发了出来 一边走一边想 他来到了千锋山下 这是学院中的三座山峰之一 在这个山腰间有一个大型平台 那里便是进行切磋的地点 砖石都是经过加固的 便是山河镜大圆满都很难破坏 否则打一场价下来就要修房子 这烦不烦 林寒来了 看到林寒从山脚下走了过来 众人都是兴奋地窖了起来 生死斗 在学院的历史上很少出现 而这里的学生都是十分年轻 可能之前一直在埋头苦修 甚至连一次实战经验都没有 因此对于流血丧命有着莫名的期盼 武道之路 终究是要伴随鲜血和杀戮的 不可能在温室中带上一世 众人都是看着林寒 这个家伙绝对是个传奇人物 虽然进入学院才只有一个月 可关于他的新闻有多少 开天的帝皇 掌抽罗爸敲诈罗家 偷了学院女神水燕玉 引众人羡慕妒忌恨 更是惹出了赵伦 向他下了死亡通告 哪个新生可以做得如此轰轰烈烈的 嘿嘿 开天的帝皇 那战力必然达到了二十星 一株大树上 立着一个黄袍年轻人 双手附在身后 脸上带着强烈的傲色 叶大哥 你又何惧 你可是我们东分院破须部的第一高手 好像十年前就已经达到二十星的战力了吧 他边上站着另一个年轻人 扶绿 从头绿到脚 甚至头上还戴了一顶绿帽子 嘴角留着两片小胡子 显得有些滑稽 黄袍年轻人露出矜持又傲然的表情 道 俊仁 你总是不肯专心修炼 否则你现在的战力肯定已经达到二十星了 又岂会驻足于十九星无法前进 嘿嘿 你知道我的 就喜欢留恋花丛 绿伊南笑道 那黄袍人叫叶承运 乃是东院破须部的第一高手 而绿伊南叫莫俊仁 是叶承运的好友 两家的大人也关系莫逆 因此他们从小就是玩伴 几乎形影不离 叶大哥 你迟迟没有去冲击山河境 肯定是想在百年内将破虚境修炼到完美的地步 现在的战力又达到了多少星 有二十一星了吧 莫俊仁猜测到 叶承运哈哈大笑 道 若是那的灵涵很强的话 你有机会看到我出手的 叶大哥 你竟要挑战那个小世界来的人 莫俊仁十分惊讶 多少年没有出手 怕被人忘了 咦 叶承运的目光看向灵涵的身后 罗霸来了 他不由眼神一领 道 这个罗霸不简单 看来实力大有精进 突破二十星的极限了 什么 莫俊仁震惊 在绝大部分人看来 战列二十星便是破虚境的极限 他可以接受叶承运突破二十星 那是因为他对于叶承运十分了解 可现在又跑出一个二十星以上的战力来 自然让他震惊无比 他应该是炼化了什么宝物 本身其实并没有二十星的战力 就像有一件神器加成 将他的战力助推上了二十星 叶承运猜测到 他的眼力还真是高明 罗霸的情况确实如他所说 血气时并非提升了罗霸本身的力量 而是在对方挥出攻击的时候进行加成 虽然最后的效果还是一样的 我手痒了 叶承运哈哈大笑 纵身跃出 羞羞羞 他只是几个起落就出现在了罗霸之前 一拳轰出 喝道 罗霸 来 我们过上三招 在学院中 只要境界相当 那切磋是可以随时进行的 只要最后别致死至残就行 谁能想到 叶承运居然会在这时候出手 罗霸不由衡了一生 他迫不及待地要打败林涵 轰得对方奄奄一袭 在所有人面前丢光了脸面 这才会结束他的性命 现在被叶承运这么一打扰 可见他的心情自然是很不爽 讨打 他冷然说道 挥起一掌对着叶承运营去 呼 掌风呼啸 他一掌挥出时 竟有一头强大生灵的身影浮现 形如鸟 红得像是一团火 长着六只脚四只翅膀 没有眼鼻口 因为有一对翅膀就长在了脸上 这无疑很怪 但这头罐鸟却丝毫没有给人好笑的感觉 只有无尽的神威 必将 有人颤声道 这是神兽必将啊 在神界 可以被称为神兽的 绝不是跨境山河境就行的 而是要达到创世境的高度 一级挥出 竟有神兽的影像出现 这是什么概念 叶承运确实不惊烦喜 哈哈大笑道 你炼化了血气石吧 所以才会在攻击之中让神血主人的影像浮现 不过 这毕竟只是一道虚影而已 想要镇压我 不够 他大喝一声 浑身有金光药洞 身量竟是猛地拔出了三尺 雄壮的惊人 轰 他扬动双拳 向着罗巴打去 第927章一巴掌拍死 谁能想到 两位正主还没有开打 半路确实杀出了一个成咬精 轰 罗巴与叶承运队轰一级 一道耀眼的光芒从他们的中间爆发 如同宇宙大爆炸似的 卷起了飓风 向着四面八方扫去 这是超越破削20星的战力碰撞 终是在神界掀起了一点小浪花 疼疼疼 两人齐齐后退 不多不少 都是退了11步 这一级之下 两人竟是平分秋色 什么 罗巴竞变得这么强了 那可是东院的叶承运 破须竞的第一人 听说他早在好几年前就达到了破须20星 可一直没有冲击山河竞 显然是要在破须竞走得更远 说不定 他现在的战力就已经超过20星了 众人都是惊呼 叶承运的强大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毕竟是东院破须部的第一人 在40多年前可是黄兜的年轻强者之一 就像这一届的罗巴 可多修炼了40年 居然无法压制罗巴 太惊人了 难怪罗巴敢向林涵发出生死战的妖斗 他的实力竟在短短几天内提升了几倍 不 甚至十几倍 哈哈 果然 破削21星的战力 叶承运大笑 立刻弹身又出 向着罗巴轰去 砰 砰 两人又是对轰了两季 还是不分胜负 够冷吗 罗巴冷冷说道 他的目标是林涵 这就三招了 叶承运意犹未尽地道 好吧 等你打完了 我们还能再切磋切磋 他感觉自己遇到了一个瓶颈 破须境内无敌 无法再有提升 可罗巴居然也达到了破须21星的战力 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 与对方不断战斗的话 说不定他可以突破桎梏 罗巴虽然心中不爽之极 可也知道叶承运是个劲敌 两人可能要打个几天几夜才能分出胜负 现在又哪有时间浪费 他迫不及待地要打败 杀死林涵 他快步而行 来到了山腰的广场上 看着正在闭目养神的林涵 冷笑道 真没想到 你居然敢接战 若是没有之前与叶承运的一战 众人肯定要说罗巴大言不惭 人家可是开天来的帝王 那绝对是破削二十星的战力 若是还有国势加持的话 突破二十星轻而易举 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罗巴的实力达到了破削二十一星 就算这份实力不是他自己的 而是炼化了一块血气石 可并不能改变他如今强大无比的事实 林涵 还敢接战吗 生死战可不是一定要分出生死的 完全可以中途弃战 生死生死 意思是万一分出了生死 另一方也完全不用负责而已 林涵正在思索着七杀证魂术的奥妙 在别人眼里罗巴强大的甚至让人无力反抗 可在他看来 二十一星战力又如何 随手一巴掌就拍死了 需要关注 他的思索被打断 心情自然不会好 脸上立刻显了出来 别人可不知道 还以为林涵是怕了 都是暗暗点头 心道这一仗可能打不起来了 林涵伸了伸手 道 我的出场费呢 扑 顿时有许多人喷了出来 你还真是要钱不要钱啊 没看到罗爸有多么厉害吗 罗爸确实哈哈大笑 随手撒出十块真元石 冷然道 这就用来给你安排后事 唉 敲了罗家两千真元石后 这区区十块真元石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吸引力 不过 以此腿再小也是肉 不要白不要 钱这种东西再多也不嫌多的 林涵收起了真元石 道 还有一百呢 你以来还能赢我 罗爸顿时气歪了鼻子 林涵嘿嘿一笑 道 规矩就是规矩 哪来这么多的废话 你到底打不打 不打我回家睡觉了 打 罗爸咬了咬牙 再一挥手 拿出了一百真元石 这回林涵并没有去收取 毕竟还没有赢 不过 这也只是时间问题 可以打了吗 罗爸森然说道 心中杀鸡如废 你这时候尽管成口舌之力 等一下 你就惨了 学院中 也有几个大人物到场观看 只是他们站得远 比如罗凯峰 自家的后背打生死战 他自然要关注的 还有张德满 他对于林涵婆有好感 想要收为徒弟 另外则是为签署 自从上次被罗凯峰拖上之后 他也对林涵起了兴趣 生死战已经很少发生了 更何况战斗双方还都是拥有极致战力的 围观人数众多 以北院破虚部的学生为罪 其他三院也来了些人 但加起来也没有北院多 打呀 你怎滴那么多的废话 怕死吗 林涵笑道 罗爸又骑得半死 明明是你废话多好吗 不过 战斗中是开始了 哈哈 他会慢慢地折磨林涵 让对方在痛苦中煎熬 居然敢抽他的耳光 咻 他飞身扑出 一掌拍出中 神兽地将的虚影再现 有莫大的威慑力 林涵将左手附在身后 十分随意地站着 待到罗爸扑进时 他会起一掌向着对方按去 一道道神文交织 形成了无比复杂的纹路 腹地硬 砰 一掌拍过 罗爸毫无悬念地被拍飞 然后身体在半空中瓦解 四分五裂 血雨飘飞 啪 他的尸体落到了地上 脸上全是不可思议之色 好像在奇怪自己明明已经是破削二十一星的战力 怎地被一巴掌就拍死了呢 这鱼情不合 鱼里不服啊 四周 一片死急 只有山峰在呼啸着 谁能想到 之前威风八面的罗爸居然一巴掌就被拍死了 这他妈的真是一位破削二十一星战力的强者 而不是一只苍蝇 不不不 罗爸绝不是苍蝇 相反 他强得不行 与叶承韵对轰三季却平分秋色 这足以证明他的强大 众人都是只觉头皮发麻 那是凌寒更加厉害 这是什么战力 二十二星吗 从二十星网上 每提升一星战力可以变得多么强 众人其实都没有了概念 因为这只是存在于理论上 传说中的 又怎么句话了来衡量 叶承韵嘴角抽搐 浑身都是冷汗 凌寒的强大让他连挑战的勇气都是没有 第九百二十八章玉佳之罪 本小姐就知道 袁楚 立威威兴奋地挥了挥拳头 他猜测凌寒的战力可能达到了破削二十三星 那么有两星的优势 绝对是轻松碾压 纪云尔也是满脸震惊 在他看来破削二十星的战力便是这个境界无敌的 二十一星简直如梦幻一般 可今天不但出现了两个 其中一个还被一巴掌直接拍死了 难道 林涵其实是山河静妈 霸尔 罗凯峰如同一阵风般冲了出去 他满脸的猙獰之色 好像要吃人似的 罗霸是罗家百年来的最强天才 所以家族才会花费大力气弄了快血气时给他炼化 这可是在山河静日月静都能发挥出一定作用的 可现在呢 如同苍蝇般被拍死了 这让他怎么接受 他赤红着双眼 喝道 大胆贼子 竟敢在学院中性凶 本作要震杀于你 他悍然出手 一只手张开 向着林涵拍了过去 日月静出手 哪怕只是小吉味 可微能有多么可怕 林涵要是被拍上一记的话 绝对是粉身碎骨的份 一阶神铁级别的体魄 怎么抗日月静大能的轰击 太不要脸了 立维维在远处跳脚 可他有心无力 离得太远 根本无法阻止 继云尔也是柳梅为咒 却是安慰道 放心 学院中的强者不会任他乱来的 没错 当罗凯峰出手的时候 张德曼和魏签数也同时出手 向着他拦截而去 纷纷道 罗兄 还请自治 他们两人联手 自然轻松便将罗凯峰这一级挡了下来 林涵神情自若 毫无紧张感 这可是学院 要是让罗凯峰行凶得逞的话 那还真是个笑话了 肯定还有日夜静大集位 甚至大圆满的强者在暗中监视着学院 随时都可能出手 只是刚才不需要他们现身罢了 他收起着地上的真元石 这是他赢的赌注 可惜啊 罗爸的尸体不能带走 对方的空间灵气中应该有不少好东西 此子杀了我罗家的人 难道要这么放过他 罗凯峰冷笑道 他也知道不能将林涵轰杀当场 只是故意做出怒不可恶的模样 为了接下来的说辞做准备 像他这样的老狐狸 也许会冲动 可立刻就会稳住 而就是那一扑之间 他已经升起了一个主意 张德满横了一声 道 这是生死斗 双方都同意了 战死也只能怪自己既不如人 此言差矣 罗凯峰摇头 肃然道 之前本作分明听到罗爸说停手 认输 可那二子却是不管不理 执意下手 这与生死战的规矩不符 操 听到罗凯峰这么说 所有人都是在心中骂了一声 只觉见过无耻的人 但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这位真是日月静的强者吗 怎地如此不要脸的 罗爸乃是被林涵一掌秒杀的 可能有时间认输投降吗 罗凯峰确实毫不在意 达到他们的高度还会在乎其他人的眼光吗 不爽 直接震杀便渴 老夫怎么没有听到 张的满不悦地道 那只能说 张兄的修为还差了点 罗凯峰笑道 他看向魏千树 目光森然 魏兄一定听到了 对不对 魏千树心中一惊 对方这句话可是充满了威胁 如果他说否 那就是在正面与罗家对上了 他本身倒是无惧 可他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背景 几乎是靠一己之力 修到了现在的境界 可并不代表他没有后代 罗家的形式风格 他又不是不知道 真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到底是良心重要还是家人重要 是一个从小世界来的舞者重要 还是家人重要 魏千树心中一叹 道 我好像也听罗爸说了认输 他用了好像两个字 也算是给自己留了点余地 张的满顿时气得蹊跷生烟 这也太无耻了 可他和魏千树一样 都是散修出身 背后没有势力可给他们撑腰 心知罗家若是不惜代价运作的话 完全可以颠倒了黑白 罗凯峰 不怕亏心事做多了 半夜有鬼敲门 睡不着绝妈 他沉声说道 呵呵 我等修炼之人 有何可怕的 罗凯峰淡淡说道 然后转头看向魏千树 魏兄 此子违反了愿规 应该开阁吧 众人一听 都是觉得罗凯峰好狠 没了赤天学院的保护 林涵又算什么 随便一个山河镜就能镇杀他了 林涵不动声色 罗家在学院中能够一手遮天吗 魏千树则是十分为难 这罗凯峰将他拖下水不算 还要让他一路黑到底 可刚才已经违心了 现在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否则就是两面不讨好了 他咬了咬牙 正要开口时 却见一道白银闪过 林涵的肩上多了一只大白猫 猫 没啥好稀奇的 黄都中养妖虎的人都是不少 什么流燕青纹虎 冰原虎 有的甚至可以达山河镜的高度 相比之下 眼前这只猫仅仅只是破虚镜而已 可问题是 学院中谁都知道 有一只猫是惹不得的 罗凯峰也是一争 他当然知道院长大人养了一只猫 宠得不行 谁敢动这只猫 他就会灭谁 可这只猫居然蹲在了林涵的肩上 这是啥意思 恰好 还是 他不由打了个冷战 如果林涵的背后有一尊星辰静强者撑腰的话 那罗家上下绑在一起都不够人家一根手指杀的 喵 大白猫不月地扫了眼中人 不知道本王饿了吗 你们还不放林涵回家给本王准备吃的 林涵则是淡淡一笑 道 我被驱出学院了是吧 大白猫 那你以后就跟着我 肉管饱 喵 大白猫傲娇地点点头 破虚镜的妖兽当然开化了智慧 做出这样的人性化反应毫不稀奇 可罗凯峰 为千数确实下的胆汁都要冒出来了 这要让林涵拐走了大白猫 院长大人一旦发飙 谁扛得住 猫爷 快过来 本座这边也有好吃的 罗凯峰连忙道 既然林涵可以用吃的诱惑这只猫腰 他又为什么不可以 大白猫勃然大怒 真以为他是贪吃的猫吗 有乃就是娘吗 若非林涵这个人类的姿态摆得够低 够真诚 以他这么傲娇不 骄傲地存在会统一与他做朋友 你算什么东西 第929章交易 喵 大白猫一声叫 就向着罗凯峰杀了过去 他的速度很快 在破虚镜中几乎没有对手了 可对方是谁 日月镜 那自然不可能对罗凯峰造成什么威胁 可问题是 罗凯峰更加不敢得罪了这只猫腰 只是不断地闪躲 一名日月镜强者居然被破虚镜追得团团转 估计也只有这只猫腰才能做到了 追了一阵后 大白猫才跃回林涵的肩上 抱胶地梳理着胡须 亮着爪子 以赴你们谁敢欺负本王的人 本王就要你们好看的模样 张德满不由大笑 谁能想到林涵居然会和谁也惹不得的大白猫交上了朋友 他咳嗽一笑 道本作还是坚持己见 罗霸并没有开口认输 因此林涵没有一点过错 两位若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就让林涵回去吧 罗凯峰还能说什么 那可是院长大人的受宠 而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他的后人 就是换成罗家的老祖宗在这里 今天也得认怂 他恨恨地哼了一声 捡起罗霸四分五裂的尸体 收进空间灵气中 跃动身形 直接离去 未切数则又是叹了口气 这下他真是里外不是人了 他摇了摇头 也飞身离去 多谢前辈仗义直言 林涵向张德满拱手说道 语气真诚 张德满则是大笑 道就算没有老夫出手 有这纸猫在 整个学院也没有一个人敢动你 大白猫傲娇地昂着头 本王就是这么威武 还是得多谢前辈 林涵说道 张德满点点头 此子之进退 守礼节 心性不错 武道天赋是一回事 但心性同样重要 否则未来只会是一个祸害而已 去吧 他笑道 死了一个学生 总有些首尾要处理 但这就与林涵无关了 林涵点头 再次拱手 道 学生告退 他带着大白猫离去 那家伙已经不止一次 再抓他的头了 不知道本王饿了吗 待林涵离去之后 观战的人自然也一轰而散 这下又有大新闻了 林涵的战力超过了破削二十一星 叶大哥 墨俊仁拍了下叶成运 叶成运失魂落魄 全身更是冷汗淋漓 猛地回过神来 道 我不断地思索 若是自己换成是罗爸的话 该怎么挡那一掌 结果 怎么都是个死字 墨俊仁不由笑 道 叶大哥 你也可以选择不与那的变态交手的 叶成运顿时目光一亮 道 不错 我在破须境已经修到了尽头 以我的天分 若是没有特殊的机缘 便没有可能再进一步 突破到二十二星的战力 可若是突破山河境的话 我就又拥有了提升的空间 不错 所以我们才用百年时间去冲击破须二十星 因为这个极境虽然很重要 但绝不是最最重要的 墨俊仁说道 将神境修到极致 那才是真正的强大 叶成运长长地松了口气 自信心完全回归 道 俊仁 你才是大智若鱼啊 有吗 墨俊仁一笑 我只是一个喜欢游戏花丛的风流之人 我一处 可恶的老巫婆 放妞出去 哇哇哇的怪叫声响起 房门上也响起了如雷般的敲击声 妞要见灵寒 丑八怪老太婆 快放妞出去 虎妞整个人趴在了门上 小手抓着门楣 跟个猴子似的 胡闹 轻衣老玉一手虚抓 虎妞立刻被她吸了过去 毫无反抗之力 妞很生气 妞要变坏 妞不修炼啦 虎妞鼓着腮帮子 双手插着腰 李个妮子 自从回了昆鹏宫 有哪一天是认真修炼过的 轻衣老玉叹了口气 以云只是将五道经魄 灌注在了你的身体中 可能够练化多少 消化多少 还得看你本身的努力 妞就是不修炼 妞要见凌寒 虎妞可不会讲理 更不会害怕 于老玉眼瞪眼 轻衣老玉头大 昆鹏宫的三门无上 秘书只有公主才能修炼 因为只有公主才一脉相成了 独一无二的武道经魄 没有这个为基础 就是把秘书摆在你面前也没用 怎么就遇上了这么一个 不靠谱的传人呢 她跟虎妞 好歹也相处了一年多 对这妞子也有了相当的了解 知道凶是没用的 这妞子简直不知道害怕为何物 好 老生答应你 只要你修炼到创始境 老生就允许你去见那个小子 不过 最多只能三天 然后你救的回来 我们昆恒宫有大敌 只有你修成了三大秘书才能对抗 唉 不让你出去 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老玉退了一步 虎妞般着手指数了下 道 好 那妞就要用三年时间修炼到创始境 她偏着脑袋看着老玉 道 臭老太婆 快点走啦 你待在这里 妞见了就生气 都没有心情修炼了 轻衣老玉不禁摇头 她也是一方霸主级别的人物 可偏偏对虎妞却是半点脾气也没有 也算是一物刻一物了 快走啦 不要妨碍妞修炼 虎妞灰着手道 满脸的不耐烦 轻衣老玉无奈离去 不过虎妞总算肯好好修炼了 让她松了口气 这个小祖宗 真是让她头大 不过 那个小世界中 居然还涌出了一个人才 那个人族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过她的儿子却是个武道天才 若非昆鹏公不收男性弟子 她还真不想错过 天圣公正在招收弟子 与我们昆鹏公关系不错 给他们提供一个天才传人的话 他们并会十分感激 正好一举两得 他很快就拿定了主意 罗家 罗红道盯着罗爸的尸体 双手握得紧紧的 眼神中跳动着怒火 罗家年轻一代中最出色的传人 就这么被轰杀了 虽然培养一名破虚境 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但血气时却是真的珍贵 让他想起来都有些肉疼 绝不能饶过那的贱民 他恨恨地道 家主大人 可那小子似乎与父会有些关系 罗凯峰说道 说到父会的名字时 他的身体都是有些发颤 新陈静强者的名字 好像有着魔力似的 第九百三十章老丈人要见 哼 只是与一只猫打得火热而已 罗红道不屑地说道 是 罗凯峰连忙点头 不过 在学院中也不好下手 罗红道皱眉 很快又展了开来 道 这就不需要我们操心了 家主大人的意思 罗凯峰不解地道 去暗夜堂发布悬赏 一万真元石 要纳得贱民的命 罗红道冷冷说道 暗夜堂 这是一个杀手组织 只要给钱 他们什么人都敢刺杀 这个组织非常庞大 在三大皇朝 几十个王朝中都有份部 但没有人知道总部在哪 头目又是谁 拥有怎样的实力 总之 三大皇朝都想将之剿灭 可从来没有成功过 一万真元 失去一个破虚境的人头 这真是太看得起 那个贱民了 罗凯峰冷笑 不过 这么一来林寒也板上钉钉 将成为死人一个 堂堂暗夜堂 难道还杀不了一个破虚境 就算他们不敢进尺天学院 可就不幸林寒这辈子会一直待在里面 至于林寒什么时候会出来 那就不用他们盯着 以后就是暗夜堂的事情了 是 罗凯峰点头 林寒与大肥猫回到院子 他烤了点肉 喂饱了自己和肥猫的肚子 然后继续闭关修炼 钻研着七杀阵魂术 又是五天下来 他终是小有所成 可以初步运用了 他立在天井中 目住一块石头 猛地双眼一亮 一道剑光从他的眉心处射出 啪 轰在了石头上 这石头立刻爆碎 这门秘术可不只是冲击神魂那么简单 而是对石体也有可怕的破坏力 但具体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还得看将秘法修炼到什么层次 神魂又有多么强大 林寒作者评价道 这神魂冲击可时可虚 时可斩体魄 虚则斩神魂 妙用无穷 他喜不自禁 不灭天津的加持之下 他的神魂坚韧无比 可以最大化这门秘法的威力 连许老头都不会想到吧 他修炼了不灭天津 这门秘法对他的帮助太大了 砰砰砰 房门敲响 林寒走过去开门 只见水燕玉正盈盈俏立在门口 火辣成熟的身材散发着 惊心动魄的诱惑力 真是让人把持不住 而且林寒有着足够想象的空间 他清楚地知道 那件看似宽松的长裙之下 隐藏着一具怎样动人的娇躯 水燕玉感觉到了他的目光火热 不由地翘脸一红 然后立刻道 我爹要见你 老丈人要见我 林寒楠楠 这也不奇怪 他都和水燕玉私定终身了 女方的家主要是没有反应才叫奇怪了 现在拖了这么久才来召唤他 已经有点太迟了 估计 一开始水家也是认为这只是谣言吧 但把水燕玉叫来一问就知道不对头了 水燕玉则是翘脸一冷 道 休想讨我便宜 我说 咱们虽然是假分情侣 但也得做做样子是不是 林寒笑道 现在没有第三个人 不需要演戏 水燕玉冷然拒绝 林寒叹了口气 道 前几天我与人死斗 你也不来看看我 也不怕别人说你不够关心 不是一下子就穿帮了 以你的实力 就是一百个罗巴又岂能伤你一根寒毛 水燕玉横道 他又不是没有和林寒交过手 连他都几乎杀不掉林寒 反被对方一口咬到了 呸 林寒哈哈一笑 道 行 那就去见见吧 说不定还能收个红包 对了 价份归假扮 这要拿了红包可就是我的了 你休想让我还出来 水燕玉摇摇头 道 我家里对于能够与赵家联姻可是非常热情 所以你这次去 怕是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好在你是左相符的人 就算境界低违 家族也不敢拿你怎么样 毕竟打狗也要看主人 林寒不由嘴角抽搐 道 什么叫打狗也得看主人 你就不能用好一点词吗 还有 有句话说 假期随机 我要是狗 你也不见得脸上有光 刷一把剑以尸底到了林寒的脖子上 水燕玉冷冷道 你在胡言乱语 我就杀了你 林寒不为所动 依然道 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吗 水燕玉看了林寒一阵 确实将剑收了回去 他确实说过 林寒死后他会为对方守寡一生 从这点来说 林寒确实是他的亲夫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这家伙还有如此脸皮厚的一面 跟我走 他懒得与林寒废话 因为不想被这家伙给气到 两人出门 水燕玉本想走在前面 但林寒确实执着地与他并肩而行 而且靠得很近 师姐 别忘了 出了门可是有许多双眼睛盯着咱们的 就在他忍不住要发飙的时候 只听林寒凑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暖暖的热气扑到了他的脸上 头颈里 顿时让他的肌肤浮起了一层玫瑰般的红韵 迷人无比 从来没有哪个男人与他这么亲近过 让他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之前被林寒洗胸 直接让他大脑停止了运转 迷迷糊糊之间 他都没有意识到被林寒牵住了手 只觉脚下好像踩着棉花 心飘飘地如同在云颠漫步 往哪走 直到出了院门 被林寒问了一句之后 他才猛地醒悟过来 连忙将林寒的手甩脱 他恶狠狠地看着林寒 道就算要假扮亲热 也不必非得牵着手吧 你是故意的 刚才我看到了赵伦的手下 林寒说道 向后挠了挠嘴 嗯 水燕玉一惊 他真是走神了 走 林寒又去玩水燕玉的手 这回水燕玉没有拒绝 任他牵着 只是翘脸不可克制地又红了起来 妩媚声光 让苦行者都会乱了心 林寒向着后方看了一眼 露出一抹笑意 他如果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 那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 你赵伦想看吗 那就让你看得清楚 让你看得激动 水燕玉勉强镇定下来 一路引着林寒前进 小半个时辰之后 他们才来到一座府地之前 水家 五流家族 第931章你要当外公了 不要小看了五流家族 能够在黄兜牌进九流之列 那都是有头有脸的 让人需要仰望的存在 水家老祖是日月境中级位的强者 据说已经达到了中级位的后期 有望冲击巅峰之位 不过 应该是没有可能冲上大级位了 毕竟时光不饶人 他没有这么长得寿命可活 水家的当代家族 乃是皇朝的一位六品官员 也是水燕玉的身父 同样跨境了日月境 达到了小级位 未来必然是要接过老祖的重任 守护水家的 大门口一次排开了八个门位 都是颇虚境的存在 整个黄兜 估计除了女皇陛下之外 其他势力都是没有资格 让山河进来充当门位 既是一种财力上的巨大浪费 第二也太招摇了 你让女皇陛下怎么看你 有水燕玉带路 自然顺利进入了水家 他们向着水家家主 所在的书房走去 李可千万不能露出了马脚 在进入之前 水燕玉低声说道 林涵微微一笑 道 放心 我会在一边陪你 水燕玉又道 那真是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林涵笑道 水燕玉深深地吸了口气 然后推开门 当先走了进去 爹 他轻声叫道 书房里只有一个中年男子 正端坐着在看书 文言抬起了头来 向着水燕玉和林涵扫了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李先出去 他对着水燕玉道 水燕玉一愣 刚想说话 却被那男子用严厉的眼神瞪了一眼 顿时只有乖乖退出去的份 林涵向着他挤了下眼睛 意思是你刚才还说要陪着我支持我 怎么转眼间就把我丢下了 水燕玉弯了他一眼 这时候还有心情挖苦自己 这家伙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也太粗线条了吧 他出了门 并反手关上了房门 水家家主叫子哥 他并没有说话 甚至都没有看林涵一眼 而是继续拿起书看了起来 林涵则是观察着对方 这个中年男子英俊的有些过分 至少他就自认比不上 而且 一个大男人居然还长了双桃花眼 真是有种不分雌雄通杀的感觉 看来水燕玉应该是像他了 不但继承了出色的外表 还有那种气质 只是在男人身上这有点娘 但放在女人身上的话 那就是妩媚如水 腰到了骨子里 水子哥完全没有开口的意思 但日月境的气势却是扬动着 这别说破虚境 就算是山河境强者也要浑身色色发颤 连战力的力气都没了 神界每一个等级的压制真是太厉害了 尤其是大境界 据说就算是传说中的五星天才都不可能跨越 比如山河大圆满巅峰 哪怕你是五星天才也不可能与日月小即位出奇正面对抗 所谓的己心天才都只能跨越小境界而已 林涵也扛不住 他的神魂在坚韧也改变不了他现在还是破虚境的事实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 林涵直接一屁股坐了下来 你不开口 好 那我就修炼 看谁耗得起 看到林涵双眼一闭 并洋洋地开始修炼起来 谁子个有种将手中的书砸在林涵脸上的冲动 他本想给林涵来个下马威 结果反倒是被对方将了一斤 李便是林涵 他忠实开口 这不是废话吗 你让女儿将我带来 难道还会不知道我是谁 谁让人家是爹呢 林涵站了起来 恭敬地道 晚辈正事 必要的礼节他还是要守的 之前对方故意量他 他静坐修炼 这是一种回应 一种表态 但长辈相寻 他就不能显得傲慢了 谁子哥不由露出一抹亚色 这年轻人不过二十来岁 修为更不过破虚境 怎必进退有据 如此沉稳大气呢 这就是为帝王者的霸气吗 他心中有些佩服林涵 但佩服归佩服 他可不会改了主意 道你配不上我女儿 从今日开始 不许你再见艳遇 林涵哈哈一笑 道水大人 你太武断了 你竟敢教训我 水子哥不由气急而笑 就算是左乡之人 也不能对朝廷命官无礼 这涉及到了一国之理 便是水子哥将林涵震杀了 左乡也不能说什么 不敢也不是 林涵摇头 晚辈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虽然晚辈现在才是破虚境 但不可能永远是破虚境 当朝期大将也不是从破虚境一步步走过来的 左右二乡大人也是如此 好狂的家伙 水子哥哼了一声 道你也敢与这九位大人相比吗 现在比不了 未来可不一定 林涵自信一笑 但也没有将话说得太满 做人总得谦虚一点 可水子哥却丝毫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谦虚的 可说到潜力 这乱星皇朝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林涵 强如罗霸都是一招秒杀 战力至少二十二星 有谁可比 哈哈 就算你真有迈进新沉静的一天 我女儿说不定早已经红颜凋零 等不起 也没有必要等 水子哥挥了挥手 这是唯一一次警告 不得再与我女儿见面 否则 本座会让你知道后悔 林涵微笑 道 岳父大人难道不知道 你快要做外公了吗 噗 水子哥直接失态地喷了出来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她的宝贝女儿居然被这个年轻人给拱了 不但拱了 而且连外孙都给怀上了 她若是冷静想想的话 林涵才来到神界一个月而已 这又怎么发生了 可她现在全被外孙两个自冲昏了头脑 哪还能冷静思考 艳遇 她猛递大吼道 水艳遇正在门口等着 听到这一声大吼之后 连忙推门而入 只见老夫的头发全部竖了起来 双眼都要喷出火来了 完全失态了 她不由奇怪 林涵究竟给父亲说了什么 居然把父亲气到这样的程度 你 你 你 水子哥指着水艳遇 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林涵伸手一挡 道 岳父大人 要怪就怪我吧 滚 给我滚 水子哥挥手连连 她现在只想一个人静静 消化一下这么惊人的消息 走 林涵拉起水艳遇就跑 水艳遇莫名其妙 但离开了水家才问道 你究竟对我父亲说了什么 哦 怕他拆散我们麻 就说你有了 林涵随口道 有了什么 水艳遇茫然道 他在男女知识方面清纯的一塌糊涂 嘿嘿 嘿嘿什么 快说 就是你父亲快要当外公了 水艳遇先是一愣 终是反应了过来 一张翘脸布满了杀气 林涵 我要杀了你 他挥剑开始追杀林涵 第932章杀手 水艳遇追杀了林涵一阵 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至少现在可以堵住水家的嘴 就算水家不介意将他再送到赵家的门上 赵大将军又岂会接受一个怀了别人种的儿媳妇 自从决定要与林涵加办夫妻开始 他就有了某种觉悟 只是有觉悟和习惯那是两回事 所以他才会恼羞成怒地去追杀林涵 但很快也无奈地接受了 但他轻怒未消 再不理会林涵 独自一人扬长而去 林涵不由失笑 连夫妻都办了 还差多一个孩子吗 说到孩子 他不禁想念起了儿子来 他日再见的时候 儿子还认得自己吗 虽然他很自信 可光是山河境的攀岳都是动不动就要上千年 而要达到星辰境又需要多久 就算他天才 可以缩短十倍的时间 那也得上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时间 到时候 儿子都要做爷爷的爷爷了 担心也是没用 五道之路还得一步步地走 至少现在他无法从乱兴皇朝离开 只能一边积蓄实力 一边在想办法了 不过 神界太大了 首先昆鹏宫肯定不在何宁兴 那么一旦涉及到星宇级别的旅程 那就是以年纪的 短则几年 长则数十年 上百年的都有 而且 肉身是肯定不能直接度星宇的 就算他可以掌控神界的规则飞行也没用 速度太慢了 必须要用到飞行神器 而且还是级别很高的那种 可以经得起漫长时间的航行 对抗得住星宇中突发的险情 比如陨石 比如空间黑洞 比如星空乱流 那都可能让神级强者万劫不复的 一旦进入星空 那绝不是闹着玩的 必须有万全的准备 灵涵摇了摇头 还是先稳扎稳打 把力量推进到二十星 迈进神境后 他已单仰五 也许可以重现在小世界中的神奇 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星沉静 只要能够达到星沉静 他便能正大光明 并离开乱星皇朝了 这样的强者 且还有为止的道理 嗯 灵涵突然心中一领 生起强烈的危机感 他的神魂太强大了 几乎便能向山合进小集位看齐 对于危机自然也有着强烈的感应能力 刷 一道寒芒闪过 从斜侧的楼顶直射他的胸口 正是心脏所在的位置 这是一只黑色的短剑 散发着可怕的寒芒 在这一瞬间 灵涵的做出判断和选择 这一剑的威力应该只有山合进小集位 他和水焰玉交过手 因此可以推断得出来 问题是 这支剑是不是高阶神铁打造的 能不能洞穿他的体魄 他的拳头不由第一颈 修 一剑落下 灵涵整个人立刻被震飞而起 碰地在天空中翻了好几个身 然后倒卧在了地上 立刻有鲜血涌了出来 嘿嘿 一名黑衣人从楼顶翻落下来 身形轻盈 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脸上居然还蒙着一块黑布 只是露出一双金光灼灼的眼睛 不过是区区破虚镜 我是不是太小心了 黑衣人自语道 他拔出一把短刀 向着灵涵走了过去 要将灵涵的手机割下来 身为一个杀手 不将目标的手机带回去的话 怎么证明是你刺杀的 他来到灵涵身边 一把提住了对方的头发 将灵涵拎了起来 就要一刀割上去时 却是猛逼一惊 因为灵涵的胸口并没有插着剑 作为一个杀手 他的战斗经验是何等丰富 应变也是快得离谱 当即将原力步于全身 右手中的短刀继续向着灵涵的头 紧割了过去 他不知道灵涵是怎么躲过那一剑的 还故意引他上当 布下陷阱 但山河镜对于破虚镜那是绝对的碾压 在这么近的距离 对方可以玩出什么花招了 退一万步讲 他还用原力步满了全身 就算被一千个破虚镜骑轰轰又如何 根本不可能伤到的 无论怎么说 他都已经站在了最最安全 最最有力的位置上 可 事情真会如他所料的一样吗 灵涵露出一抹笑容 猛地凝聚神魂 向着对方冲击而去 七杀 镇魂术 嗡 神魂冲击之下 那黑衣人立刻露出一丝丝的迷茫 陷入了无意识的状态 灵涵趁机以神势包裹 将对方收进了黑塔中 叮 这时那短刀才削到了灵涵的脖子上 可在黑塔之中 灵涵才是真神 啪地一下 这把短刀立刻化为了鸡粉 神铁锁住又如何 灵涵心念一动 这些铁粉又凝聚了起来 不能浪费了 他可以重铸 给他做箭矢 现在他的最强杀招便是灭龙星辰剑 但箭矢却是一个大问题 射一剑就相当于射出去惊人的财富 以灵涵现在的实力 细杀镇魂术对于山河镜小吉味的强者 便只有一瞬间的作用 那黑衣人立刻清醒了过来 他不由冷笑 道 倒是小看你了 不但胆大包天 而且防御力那么惊人 居然可以吃我一剑而不伤 咦 这是哪里 他立刻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绝对不是之前的小象 而是变成了一望无垠的草原 幻树妈 灵涵微微一笑 以他的体魄自然可以硬吃山河镜小吉味的一击 只是力量难消 他才会被震飞 但他还是有意控制了一下 落地时趴到了地上 趁机将箭矢收进了黑塔 而后又用妖兽的血液来代替自己的血 让对方以为他中招了 这都是在一瞬间内想到的 做到的 连灵涵都是很满意 生情了一名山河镜 若非让对方大意的话 他又怎么能够这么接近对方 就算七杀镇魂术可以建功 他也来不及靠近对方 他冲过去的那点时间 对方就已经清醒过来了 而吃了一次亏后 再想让对方中招就难了 林涵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 以破虚镜的修为拿下了一名山河镜 保证说出去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就好像练体镜可以杀了破虚镜 简直荒唐 你不是小看我了 而是太小看我了 林涵耸了耸肩 说吧 是谁派你来的杀我的 你又是什么身份 哈哈 黑衣人冷笑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对方是在审问自己吗 一个破虚镜 他容色一肃 杀气腾腾 废话完了 给我去死 第933章九军王 黑衣人出手 向着林涵拍了过去 林涵不躲不闪 任对方轰个正着 平静地道 你现在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要你生 你便能生 我要你死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砰 这一掌拍得结结实实 可林涵确实连半步都没有退 好像对方只是轻轻拍了他一下 怎么可能 黑衣人经的寒毛都是倒输了起来 这超出了他的想象 让他感到了未知的恐惧 林涵笑道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幻觉 这一切都是幻觉 黑衣人倒退几步 他刚才出现了一瞬间的失神 肯定就是那时候中招的 现在他看到的 感觉到的都是假的 林涵伸手一按 道 看来先得大型伺候了 真是奇怪 我明明不是喜欢使用暴力的人 为什么偏偏有人要逼我呢 哼 一座大山出现 向着黑衣人震了过去 黑衣人顿时被毫无悬念地震压在了地上 高山如同神铁 这份量可怕的惊人 让黑衣人不得不使出全力来对抗 可浑身神光摇摇欲坠 根本撑不了多久 啊 他发出惨叫 骨头瞬间断了十几根 而林涵则是微微抬了下手 免得将他直接给震死了 林涵在一挥手 黑衣人脸上的黑布立刻消失 现出一张极普通的脸来 属于走在大街上 绝不会被人多看一眼的存在 可要知道 修到神境之后自然而然会带上一股超凡的气势 轻易便能与普通人区分开来 古怪 林涵好奇起来 盘西坐到了地上 道你是个杀手吧 专门修炼了某种功法 让你看起来比较平凡 黑衣人只知道惨叫 他作为一个杀手 在没有修炼杀人技巧之前 便先接受了各种酷刑的考验 只有通过了才会被真正接纳 保证就算是失守被情也不会泄露了组织的秘密 他叫得虽然惨 却是半点求饶的意思都没有 林涵微微一笑 道 在这里 我就是真神 只有我想不到的 没有我做不到的 你这么能忍的话 那我就把我可以想到的刑法都在你身上用一遍吧 他一边对黑衣人施以重刑 一边则是修炼着 反正不能浪费时间 黑衣人很能坚持 可半天之后他就放弃了 在黑塔之中 他的痛苦被放大了百倍 就是用小刀在他的身上轻轻割上一下 那也伸入骨髓 直抵灵魂 让他引以为傲的意志瓦解得干干净净 我叫蒙毅 是暗夜堂的初级杀手 他说道 双眼发直 有弱白痴 林涵听着 原来是有人请了暗夜堂 出了一万真元时悬赏他的性命 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 而只是为了要一个破虚境的性命 相信山河境小集围 甚至中集围员的人都会蠢蠢欲动 赚一笔快钱 简直就是送的 王毅只是最低级的杀手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雇主是谁 只是运气好 头一个接到了这个任务 当然从现在来看的话 他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差 也许是罗家 也许是赵伦 更有可能是水家 也许是其他嫉妒我的人 林涵摸着下巴 不由失笑 他才来到神界几天 可已经仇人多得分不出是谁请杀手的地步 这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应该是成功吧 所谓不招人即是庸才 我是天才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想要杀我 林涵很有自于精神 他将这名杀手放逐在黑塔之中 当然对方身上的家当被他全部抄了 既有真元十一百六十四块 箭矢十七根 各种丹药共计七平 身为山河竞强者 怎定那么穷呢 林涵摇头 真是的 家当还没有他丰厚 他却不知 萌异的家当都花在了那些箭矢上 每一只都是由神铁打造 虽然神界不乏神铁 而这些箭矢也只是用一阶神铁打造的 但还是极大的开销 再加上丹药的支出 他还能省下一百多的真元十 其实不错了 赤天学院也就给林涵这个天才 一个月发两块真元十 作为奖励而已 林涵出了黑塔 回转学院 这一次暗夜堂的刺杀失败了 但绝对不会甘休的 那么下一次来的杀手将肯定更加厉害 也许会变成中级杀手 高级杀手 甚至铜牌杀手 从萌异那里了解到 暗夜堂的实力极强 分布在哪一国 哪一城都几乎可以找到 这个杀手组织将杀手分成六个级别 从低到高分别是 低级中级高级铜牌银牌金牌 这样的划分不是以杀手的武道境界 而是他们刺杀目标的数量和品质 杀的人越多 目标的实力越高 那么获得的评分也越高 就能一路往上升了 所以中级杀手可能比铜牌杀手还要强 但一般来说 肯定是级别越高的杀手就越是厉害 例外总是少数 老是被人追杀也不是办法 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林涵抓抓头 好像他还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只能尽可能地小心了 回到学院 林涵将一切烦恼放在脑后 专心修炼 相信即使十岸叶堂在黄都也不敢肆意妄为 而他还有黑塔 倒不至于担心会有性命之为 三天之事 林涵被左相叫了过去 三国争霸很快就要开始 而乱兴皇朝也得确定参加雷台战的人选 这是一桩盛事 因此 不但乱兴皇朝进行了动员 便是其附属的皇朝也纷纷派出了他们的天骄 要尽一分力 毕竟 要是乱兴皇朝战绩不佳 他们也脸上无光 这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关系 林涵先到了左相府 然后由左相亲自带领 前往九郡王的府邸 九郡王姓胡鸣飞云 乃是乱兴皇朝的九王之一 权力可谓是清静朝野 但让人无法相信的是 这位九郡王竟然只是山河境中即位的修为 九王 甚至凌驾于左右二乡 七大将军之上 可胡飞云只是山河境中即位 如何服众 因为有乱兴女皇照着 大概在七十万年前 乱兴皇朝其实还有第八位将军 而那时候也还只有七王 排名最末的七郡王 同样只有山河境的修为 没被那位将军放在眼里 居然还被调戏了 结果 乱兴女皇大怒 直接将这名将军阵杀 全族皆灭 从此以后任谁都是对九王功功敬敬 因为女皇陛下说过 见九王如见证 第九百三十四章天才云集 九王府非常热闹 左右乡七大将都是带着自己挑衷的高手过来 而还有一些官员也在为此奔波 在全国各地挖掘人才 已赢这十年一次的盛会 另外 各个附庸王朝的大人物也纷纷带着本国的天骄到来 要是可以代表乱兴皇朝出战 那自然是天大的荣耀 而若是可以率领其他天才帮助乱兴皇朝赢得第一 那甚至会得到女皇的褒奖 吕皇陛下 大圣大的 不但是所有人的梦中情人 也是无上偶像 代表了武道的最强力量 众人都是聚在一个花园中 临时摆置了许多的椅子 但只有那些大人物才有资格做 像林涵这些破须境就只有站着的份 人很多 光是破须境就有一百多个 而最终只有十人可以代表乱兴皇朝出战 竞争十分激烈 利维维也来了 他当然只是图个热闹 只是他的身份高贵 不但有人跑过来向他搭讪 这要真能和左相之女结成夫妻的话 那后半生就能飞黄腾达了 林涵在边角找了快石头坐着 眼睛为闭 在运转六法合一吸收着天地灵气 虽然这样的修炼效果并不能达到最佳 可他必须争分夺秒 浪费一丁点时间都是可耻的 哈哈哈哈 有我杨子在 这次我们乱兴皇朝必能夺取第一 一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大声道 显得自信满满 他是谁呀 边上有人问道 哦 黑燕国的一个土老帽 不过实力相当不俗 跨进了破靴二十星 撕 别看罗霸和叶承运 都是破靴二十一星的战力 林涵更是能够秒杀他们二人 可在乱兴皇朝 乃至整个和宁星 破靴二十星依然是一座极高的山峰 少有人可以达到 因此 一听说这个杨子拥有破靴二十星的战力 众人自然都是倒抽了口凉器 予以了极大的重视 马兴走了过来 他也被一名高官挑衷 代表出战 毕竟拥有王者之气的人太少了 他走到林涵边上 道 他们都坐着有东西吃 我们只能看着 太不爽了 他们自然是指左相等人了 林涵不由一笑 没想到这个世上还有那么多的吃货 这个马兴也是个妙人 在这样的场合下居然还是满脑子的吃 也算是一枚奇葩了 九郡王驾到 就在这时 只听一名女士大声叫道 中气十足 滚滚如雷 她赫然是一鸣日月静的强者 众人连忙都是站了起来 连左右乡 七大将都是毫不例外 吕皇陛下说过 见九王如见阵 现在九郡王道步 相当于乱星女皇驾到 谁还敢坐着 在众人的注目之下 只见一名紫衣少女从花园门口走了过来 她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 秀才合作的长裙包裹下 将她美好的身材都是完全勾勒了出来 进行凹凸起伏的曲线 美不生收 此女极美 比之水艳玉都是毫不逊色 只是她似乎缺乏自信 被这么多人一起盯着 翘脸上立刻浮起了红韵 显出了羞涩之态 她有些扭泥 走到主位时 摆摆手 有些结巴地道 各个为大人免 免礼 林寒不由失笑 九王 高高在上 连左相都要仰望的存在 居然会出现这么一个脸皮薄的小女人 真是好玩 可左右相她们都是不敢无礼 纷纷在行医里 然后才坐了下来 予以了充分的尊重 对于她们这些强者来说 七十万年前发生的事情就如同眼前一般 谁希望现在的七疆变成六疆 左右相变成单疆 还有半个月 三国争霸就要开始 今天便要选出十名代表本朝参战的人来 九郡王有些适应了 虽然俏脸还是有些红 可至少说话不再结巴 本王奉姐姐不 奉陛下之命 挑选十名郡杰为国出战 她说漏了嘴 顿时小脸通红 让人看得连一大声 这真是一个动人的小妖精 左相她们毫不奇怪 九王都市与女皇陛下姐妹相称 这点也从不避讳 也是为何九王拥有那么高地位的原因 那就开始吧 九郡王说到 他让人在空地上摆出了十张位子 限定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之后 坐在位子上的十人 便是此次乱兴皇朝的出战代表 规则很简单 就是抢位子 虽然要在花园中大打出手 可在座的都是何等大人物 随便拿一个只要动一下神念 就能控制战斗的余波 绝不会对此间造成一丁点的破坏 一时之间 没有人抢先而动 要坚持一个时辰 那么先坐上去的人 肯定要受到更多的挑战 甚至是围攻 那何不等到一个时辰 行将结束的时候再行动呢 一群胆小鬼 杨子大步走了出来 向着排在第一的椅子行去 慢 马兴一个集月出去 我挺喜欢这个位置的 你换一下吧 他看不惯对方的态度 搭搭 为什么不是你去换呢 杨子出手 向着马兴抓了过去 马兴双眼一瞪 王者之威迸发 一拳轰出中 有神兽的影像交织 威力莫名 砰砰砰 两人顿时大打出手 马兴本身的战力只有十九星 可再加上王者之威 确实不输二十星战力的杨子 两人打得是难解难分 其他人在经历短战的迟疑后 也纷纷开始了抢位 林涵老神在在 在场的破须竟加在一起 也不够他一只手打的 自然懒得上去凑热闹 只是在一边闭目养神 待到一个时辰 差不多了他 再随便抢个位置便是了 林涵 还不出手 他的耳边响起一个细微的声音 虽然很低 却是直入世海 化成轰隆隆的雷鸣一般 这是左相的声音 林涵抬头看 可左相却是根本没有看向他的方向 得 他的三脉引起了左相的不满 特意神念传音向他警告 唉 只好出手了 林涵向前走 一边扭动着肩膀 好像在活动一下似的 既然出手 那就玩票大的吧 林涵的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右手伸出 无尽的力量凝聚 顿时 所有大人物们的目光都是向着他看了过去 第935章一级之威 破须竟自然不会放在星辰静大能的眼里 可林涵这一掌凝聚起来的威能 却是远远超过了破须二十星 让这些大人物都是动容 在任何一个境界突破极致 都是绝对绝对的不容易 意味着未来可能达到惊人的舞蹈高峰 叶承运也在场 他是颇削二十一星的战力 自然的为国出战 况且冲击山河竟也绝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 哪是他想就能突破的 他见识过林涵的战力 发现林涵要出手时 顿时下的寒毛植树 直接从椅子里跳了出来 如同火烧屁股一般地拼命跑 作为东分院破须部的第一高手 他的实力为众所知 因此往那一座自然没有人敢去挑战 想要将破须二十一星战力拉下马来 那至少也需要十名破须二十星战力联手 才可能做到 这里的破须二十星战力加起来可能不到五个 那又有谁傻的去挑战他呢 但叶承韵这么一跑 确实让多人都是蒙圈了 他是鬼上身了吗 就在这时 林涵出掌 轰 一片金光扫过 轰轰轰 所有人都是被震飞 如同天女散花似的 飞向了各个角落 有的摔倒在地上 有的被椅子压在了身下 有的叠进了花丛中 总而言之 除了叶承韵见机快逃得及时 其他人全部被轰翻 大部分人直接晕死过去 少数几个人还清醒着 却是满脸的骇然之色 这也太强了吧 叶承韵嘴角抽搐 他知道林涵这一级肯定威力霸猛 但亲眼见识之后仍是止不住地心中发寒 这真是破须尽可以做到的吗 变态 太变态了 左相都是有些错愕 他只知道林涵开天而来 实力闭上二十星 足以为他争光 可哪能想到 林涵居然会猛到这样的田地 他年轻的时候 有这样的实力吗 左相不得不摇头 头一回正眼看着这个年轻人 他还是低估了这个从小世界来的帝王 说不定 他未来可以成为无上强者 这个念头在左相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但他立刻失效 现在的强大并不代表未来的强大 天底下多的是陨落的天才 甚至可以说 世间最不缺的就是天才 可能够登灵绝颠的天才却是少得可怜 甚至好多都不是被众人看好的不是顶尖级别的 武道之路上 有太多的意外了 自己绝对是想多了 新陈静强者至少百万年才能出一个 少得可怜 但不得不说 现在的林涵绝对霸气 展现出了无敌的风采 他扶起一张椅子 就那么独自坐了下来 根本没有人能够与他并列 九郡王的小嘴章成了原形 双眼更是瞪得浑圆 他还年轻 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单纯地为林涵这一击而震惊 好棒好棒 他拍着手 跳着脚 犹如一个天真娇憨的小姑娘 这引得众人瞩目 他连忙吐了一下小舌头 更显娇憨了 叶承运这才刺着牙走了回来 也扶起了一张椅子 但不敢与林涵并排而坐 而是将椅子放在了更后面一格 地上还保持清醒的人也慢慢爬了起来 纷纷扶起椅子坐下 他们与叶承运一样 都是不敢与林涵并列 这是对于强者的尊重 林涵的强大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层次 数一数 刚好十个人 也不用再打了 这让左相等人都是有些震惊 难道林涵在打出这一击的时候 已经算计好了吗 若是如此 这年轻人的实力还要往上估上几分了 林涵倒是没有刻意而畏 他只是控制了一下出掌的威力 让实力最强的一批人不至于昏迷过去 没想到恰好凑了各十人之数 因此 马兴 杨子等人都是在座 右乡 西大将都是对着林涵多看了几眼 这么妖孽的破须 竟连他们都有几分动容 记住了这个名字 但也只是如此 九郡王确实显得很兴奋 向林涵道 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林涵 林涵站了起来 不卑不亢地道 九郡王又忍不住拍起了手来 这次我们一定是第一 西西 第一次为姐姐办事就这么漂亮 以后谁也不准再叫我小笨蛋了 说完 他又吐了下舌头 出大球啦 行了行了 你们全部回去吧 他连忙感人 自然不希望被人看笑话 众人不敢抗命 纷纷离去 九郡王的命令便是女皇陛下的命令 无人可以不尊 前十人中 共有七人来自池天学院 那六人都是充满敬畏地 跟在林涵身后 眼神中甚至有狂热之色 他们走到了破须十九星 甚至二十星战力的高度 野生身地之道达到 超过这一步的难度 自然对林涵充满了敬畏和崇拜 之前那一掌的威力 简直让他们惊为天人 一路走过 他们如同跟班似的 守卫着林涵进入学院 这让人看得是嘖嘖称奇 哦 赵伦露出一抹笑容 他依然站在那条瀑布之下 因为他在修炼一门秘法 深不能动 在观察着这条瀑布 参悟着某种规律 这小世界来的人 战力竟是超过了二十星 他显得有些亚然 左肖正在向他禀报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是的 少主 左肖恭敬帝说道 眼神中有一丝佩服 这个小世界蝼蚁的实力 有些超乎他的意料 罗霸被一招秒 现在又成了乱星皇朝的出战代表 既然获得了出战的资格 那就不好杀了 否则让女皇陛下怪责的话 赵伦说到这里 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即使是他这样的天才 提到乱星女皇仍是会心中发颤 在乱星皇朝所有国民的心中 乱星女皇便是永恒无敌 无法超越的存在 少主 您打算怎么办 左肖问道 他了解自己这位少主 绝不可能就此饶过灵涵的 赵伦哈哈大笑起来 道 暂时留他一命 等到了三国争霸后再杀 不过 没有这么便宜他 你去安排一下 他吩咐了起来 左肖的嘴角不由露出笑容 道 哈哈 就算那小子能够平安度过今晚 但也要被整个西分院恨上了 第936章战西院 灵涵在屋中修炼 心神宁静 他在六法合一上走得越来越远 再加上手里有钱 可以买到足够的丹药 他的力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着 最多半年 甚至更短 他就可以达到破削二十星力量的极限 嗯 他露出关注之色 但立刻寒毛直竖 因为院子里竟是无声无息地多了一个人 此人一身黑衣 脸上也蒙着面纱 甚至身上还披着一件斗篷 连身材都是看不出来 这是暗夜堂的另一名杀手吗 不过 暗夜堂居然这么大胆 在池天学院中也敢出手了 死 这黑衣人冷横道 漠然出手 向着灵寒拍了过去 速度 怎滴那么慢 灵寒可以清楚地看到 此人身后甚至有三座山河的洋洞 可这一级的威力却最多破削二十二星 二十三星 与山河近大即位的境界完全不符 他身形一跃 让开了这一级 咬 黑衣人追击 又是一掌向着灵寒拍了过去 这一级 威力大了许多 达到了破虚境二十五星的层次 与山河境而已 要提升再破虚境的两星战力 真是太容易了 一念之间的事情 灵寒眉头一皱 连忙又是一闪 逃出了院子 黑衣人脊椎 不断地出手 但并没有轰出山河境的破坏力 就只是在驱赶灵寒而已 两人一个追 一个逃 速度很快 转眼间就离开了北分院 向着西方而去 灵寒顿时明白 对方是要将自己赶到西分院去 在赤天学院 四大分院那是水火不容的 充满了激烈的竞争 要是一名北分院的学生出现在西分院 这会有什么结果 被揍得惨不忍睹 对方便是要借整个西分院之手 让他好看啊 此人绝非是暗夜堂的人 否则哪会做这种多余的事情 再说了 真要是暗夜堂的人 又怎么可能进得了赤天学院 应该早被轰杀了吧 可一个来历不明的黑衣人 却几乎是公然场胸 这意味着什么 学院大佬肯定知道此人的身份 但并没有出手制止 说明是在忌惮他身后的背景 那就只有一个人了 赵伦 此人必是赵伦的手下 而学院大佬也知道对方不会乱来 因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了 毕竟 赵伦可是赵大将军的独子 谁敢不给个面子 哼 黑衣人突然下了重手 一级之下 林寒顿时被轰飞 重重地撞击了一天院墙之中 谁 沉闻人 这里是西分院的破须部宿舍 立刻有许多人跑了出来 在那废墟之中发现了林寒 而黑衣人早就身形一闪 不见了踪影 林寒站了起来 那黑衣人最后一招也没有用上猛力 只是攻击太快 让他无法躲闪 自然完全没有可能伤到他 北分院的人 是林寒 这一届的新生第一 靠 以为战力超过二十星 就可以来我们西分院撒野 打他 整个西分院破须部的学生 多达两千人 而且每个人都是进入学院五年以上 战力怎么都达到了十五星 这么多人加到一起 哪个破须进不得耸下 而且 是林寒闯进西分院的 被揍了也是活该 向谁梳理去 被逼的 比被谁逼的 黑衣人 开什么玩笑 谁穿套黑衣布都是黑衣人了 林寒心中冷笑 他知道赵伦是在恶心自己 对方不敢在学院中杀他 但赵大将军之子却可以胡来乱搞 就是让你不爽 怎么样 他要是不敌 那肯定是被暴揍 若万一能赢 那同样也会惹得西分院的山河进学生发怒 你这不是太嚣张了吗 一个人跑到西分院来要舞养舞 林寒想到水燕玉所说 赵伦就是一条毒蛇 确实是一句很贴切的评语 哼 几十个人当即就冲了上来 现在他们人多是重 自然丝毫不怕林寒 林寒伸手 便将一人拿下 横在身前当作挡箭牌 笑道 各位 我不小心走错了路 不好意思 这就离去 好聚好散如何 哼 闯进我们西分院 还想大摇大摆 若无其事地离去 林寒 你未免也太嚣张了 你是不是可以吹嘘了 能够孤身闯进咱们西院 又全身而退 想得美 他们出手 但有挡箭牌的关系 自然是顾忌重重 有本事别拿人质 对 我们堂堂正正地打 他们激将道 林寒不由孝 你们几百上千人打我一个 这也算是堂堂正正 不过 他还真是不怕 既然你们非要战 那就战吧 林寒随手将手中的人质丢到一边 他又何惧 哈哈 揍他 几十个人再次冲了上来 而更多的人则是围着观战 哪怕迫须尽随手一级便能在十几帐外建功 但上千个人终究还是太多了 绝无法统一时间输出 林寒又全一股 轰出 砰 他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一级轰出如同一座山院碾压 顿时有十几个人被阵飞出去 直接晕死了过去 西分院的学生都是大惊 这他妈的是什么战力 一拳就能轰飞十几人 要知道可以被赤天学院收录 哪一个不是天才中的天才 上 就不幸我们这么多人还收拾不了他 人如同海洋般向着林寒冲了过去 但林寒只需要轰出一拳 便有十几个人如同稻草四地被震飞 一级急晕 立刻失去了战力 十几拳之后 现场就倒下了两百多人 别看西分院还有近一千八百人还站着 可那只不过是再多几百拳的事情 太变态了 或许竟怎么可以强到这样的份上 同样是人 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他们是不是也该挤进哪个小世界去历练一番 还有人吗 林寒淡淡地说到 目光扫过剩下的一千八百人 被他的目光扫到 每个人都是不由自主地低垂下目光 不敢与他对视 他明明不惧被亡者之气 可为什么拥有这么强大的压迫力 上 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离去 否则 我们西院的面子往哪个 不惜一切代价 留下他 第九百三十七章横扫无敌 西分院的学生不断地涌上来 人人奋不顾身 这不是死斗 林寒再狠也不可能将他们打死打残 因此他们也少了许多顾忌 激发出了血勇 要将这个胆敢不将西分院 放在眼里的狂徒给揍上一顿 可惜 再多的绵羊又启示熊师的对手 更何况他们在林寒面前 连绵羊都算不上 林寒随手一拳轰过 人群就好像天女散花似的 哼 立刻就有十几个人被轰飞 看起来轻轻松松 没有一丁点的难度 假师兄 看你的了 众人都是看向一名身材瘦学的少年 跟个豆芽菜似的 浑身真是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这少年点点头 猛地吸了口气 哼 他的左手胳膊好像打了气似的 顿时膨胀起来 然后是右臂 躯干 两条大腿 就只有一颗脑袋还维持着原来的模样 一瞬间 他就从一颗豆芽菜变成了足有三丈高的巨人 肌肉高高鼓起 反射着光芒好像抹了一层油似的 假师兄修炼了不完整的吞天弓 平时只有十八星的战力 可一旦爆发的话 战力可达二十一星 甚至还要超过 哼 假师兄的天赋本来就不弱于叶承运 可叶承运能够达到常驻的二十一星战力 假师兄这爆发的战力绝对可以超过 二十二星 众人都是充满了期盼 假师兄可以力挽狂澜 将林涵镇压 免得西芬苑再继续丢脸下去 砰 砰 砰 假师兄向着林涵冲去 他现在的体型巨大 重量惊人 每一步踩在地上都是如同雷鸣 大地都是在战斗着 好像要崩裂了似的 他这么一冲 其他人纷纷逃开 现在的假师兄太强了 哪怕被一道尽力于颇扫道兜的遭殃 哼 假师兄出拳 向着林涵的脑袋砸了过去 在他现在三丈高的巨大身躯之前 林涵简直如同刚刚出生的婴儿一般 小得可怜 揍死他 众人都是高呼 林涵微微哑然 这个巨人爆发出来的战力 居然超过了叶承运 可惜的是 他明显用了一种秘法 将战力强行提升上来 能够维持的时间短的可怜 也正是如此 将战力集中式爆发出来 自然可怕无比 不过 与林涵相比 这点战力完全不够巧 林涵伸出手 轻轻一脱 啪 假师兄砸落的拳头来到林涵的头顶时 便再也落不下去了 可因为两人的体型完全不对等 假师兄这只拳头大的惊人 往林涵头上一盖 别人根本看不到具体的情况 许多人还以为林涵被砸中了 不由欢呼了起来 他们好了一阵 却发现林涵还是站得稳稳当当 不由露出了骇然之色 这家伙是妖怪吗 林涵将手一抬 假师兄庞大的身躯便被他高高举过了头顶 那便像一只蚂蚁将一头雄尸举了起来 充满了怪异和不协调 去 林涵甩了甩手 咻 假师兄便被他扔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一道墙上 碰地停了下来 扑 假师兄放了一个惊天响屁 吹得他整个人都是飞了起来 可身体却在急速缩小 瞬间就恢复到了原来的尺寸 他的战力 也退回到了破须十八星 强如假师兄都不是一盒之敌 西院的人终是害怕了 他们面对可不是一般的天才 人数优势在这个怪物面前根本没有一丁点的作用 林涵展颜一笑 到 还打吗 众人看着地方横七竖八躺着的人 现在这数量已经超过一半了 可林涵还是好整一霞 似乎连热身都算不上 他们齐齐摇头 不打了 这家伙太变态了 还是等这个变态生入山河境 再让山河境的师兄师姐去收拾他吧 不打 那我回去睡觉了 林涵没有再说抱歉之类的话 都已经把西分院的人打趴下了一半多 现在再说抱歉那等于是在炫耀 起到反效果 他覆手而去 西分院的人只有眼睁睁地看着 双眼喷火 其实林涵也很不爽 虽然他大显威风 却是被逼迫的 赵伦啊赵伦 我们这仇算是结下了 林涵在心中说道 他现在有对抗赵伦的实力吗 没有 别说赵伦 就是他手下的三大追随者 还有追随者的手下他都打不过 没办法 山河境与破虚境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的冲上山河境 那么以我的潜力 成为五星天才绝对不难 那么 我一上小级位便能匹敌中级位中齐 至少不会如此被动了 赵伦因水师姐而与我结仇 那么水解师也是他的弱点 我就装作与水师姐亲密的模样 怎么也得弃弃他 有仇不报可是与我的性格不符 第二天 北分院每月一次的月考开始 这是考验一下大家的实力 有没有进步甚至退步 毕竟有人是憋着一股子进考进学院的 进了之后难免心情放松 从而不勤于修炼 实力不增反将也是有可能的 五道之路 就是逆水行舟 若是出现退步 第一次是警告 第二次是去除一切福利条件 第三次就是开格了 所以月考还是蛮重要的 五百来名新生悉数到齐 水艳遇在每个人的脸上扫了一遍 到今天进行月考 大家务必要全力以赴 要是比入学时的表现差 将会受到学院的警告 三次之后直接开格 是 众人都是凛然回应 林涵举手 然后站了起来 道 师姐 要是拿了第一有没有奖励 水艳遇摇头 道 没有 没有呀 林涵瞬间失去了兴趣 趴桌上睡了起来 没有奖励哪还有动力 看到他懒散的模样 水艳遇不由就来气 这个家伙 明明实力那么强 怎么就没有点进取心 你的责任心呢 要不是这家伙是自己的挂名夫婿 真是懒得理他 开始吧 他不阅地道 这所谓的考试 说白了就是打架 不然还能干嘛你 可没有人敢挑战林涵 都是默认了他第一名的位置 开玩笑了 昨天林师兄一个人就把西分院给挑了 这是何等牛逼 你要是比林师兄厉害 那西分院来找渣 你是不是也得挺身而出 那不是找抽吗 于是 林涵明明没有打一场 却是自动成为了月考的第一名 第938章天海秘境 考试结束之后 林涵故意向水艳遇请教问题 凑得很近 他在舞蹈上的认知非常深刻 几句话就把水艳遇的兴趣给激发了起来 魂不知道与林涵凑得太近了 或许 他的内心已经默许林涵可以有一定的特权 所以才会没有防备 林涵心中暗笑 这里肯定有赵伦的眼线 那就看个够吧 快去禀报吧 西分院 几名身后有着山河阳洞的年轻人 副手而立 看着一众面红耳持的破须镜师弟师妹 脸色相当地难看 就一个人 单枪披码闯了进来 你们居然还拦不住 不但没有拦住 而且还让他伤了这么多人 一群废物 这些山河境的师兄们赤道 他们都是西分院小吉部的人 得知破须部昨天被林涵一个人挑了之后 今天过来确认一下情况 难道这个林涵还长了三头六臂 他们很是不屑 毕竟池天学院的学生太多了 而一个破须镜在天才也不可能让山河境去关注 因此 他们很不解 这几届的西分院师弟们也太弱了 居然让人杀了个进出 丢光了西分院的脸 刘师兄 那个林涵真的很强 前几天与罗霸决斗的时候 一招就把他秒杀了 有看过林涵与罗霸决斗的人说道 刘师兄 名为刘衡 山河境小吉位巅峰的修为 同时也是个一星天才 在这几人中实力最强 所以几名山河境中 以他为首 刘衡露出不屑之色 道 罗霸 所谓的黄兜三大年轻高手 不过 18星19星的战力而已 回刘师兄 罗霸炼炼化了一块血气石 战力已达21星 之前他曾经与叶成运拼了三招 不分胜负 有学生说道 刘衡几人这才露出了金融 21星的战力 连他们当初都没有达到过 昨天 贾师兄也全力以赴了 但还是被那的灵寒一招击败 又有学生道 刘衡的脸色越来越慎重 道 照这么说 那人的实力岂不是达到了23星 并非不可能 一名山河境学生道 据我所了解 那人是从小世界飞升上来的 而且还是开天的帝王 刘师兄 有一则传闻 说开天而来的话 将得到天地的奖励 天地奖励 刘衡问道 他虽然是山河境中的天才 可一般来说哪会去关心小世界的事情 开天得到天地奖励 于他何干 据说 可以得到力量贯注 弥补最后的三星力量之差 刘衡这才肃然 道 开天至少要20星的战力 再加上三星力量 他的战力便达到了23星 这应该是无解的 或许境内绝没有人能够匹敌这样的妖孽了 对了 他猛第一拍手 道 三国争霸即将开始 也意味着天海秘境要开启了 刘师兄 你的意思 嘿嘿 若是那人可以进入天海秘境的话 生死便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 刘衡冷笑道 哈哈 要是他有资格进去的话 那就让他好看 瀑布处 赵伦亚然 道 连整个西分院都挡不住他 他手下的第二名追随者 白元思恭敬地道 回哨主 此则的战力推测可至23星 没有股市加成的话 破须境内应该是没有人能够战胜他了 赵伦的脸色猛地阴沉下来 他在破须境内也只是达到了20星而已 现在有人整整超过了他三星的战力 让他心中有些不悦 以他的战力 这次定能率领本朝获得三国争霸的第一 吕皇陛下赏罚分明 应该会给予他一个进入天海秘境的名额 白元思又道 天海秘境 赵伦双眼一亮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四星天才 这与当初他进入天海秘境有分不开的关系 让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能力 如果他进入天海秘境的话 那就别让他再出来了 他冷冷地说道 虽然他十分了解水燕玉的性格 可最近的传闻仍是让他非常非常地不爽 是 白元思连忙半跪下来 时间过得很快 林涵很低调 一直待在学院中 没有给暗夜堂刺杀的机会 而赵伦那边也变得十分安分 再没有出什么幺蛾子 距离三国争霸的日子也一天天逼近 这一天 林涵被左乡叫了过去 明天就要上演三国争霸 因此他今天要住到左乡府去 明天与左乡一起进攻 三国争霸 每十年一次 举办的地点则是轮换 今年刚好轮到乱兴皇朝 否则他们至少地提前半个月出动 林涵 你这次如果表现出色的话 应该可以得到一个进入天海秘境的资格 左乡突然说道 林涵一愣 道 大人 什么天海秘境 大胆 在左乡大人面前 有你发问的资格吗 向成允立刻呵斥道 左乡则是微笑 摆摆手 道 无仿 无仿 他似乎弹性极盛 道 天海秘境 每个十年开启一次 秘境中有一种石头 可以帮助破须禁凝聚山河 将突破的时间无限缩短 成功率也是大增 因为这样的功效 我们都称之为山河石 属于天海秘境中的特产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 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而有些特殊的山河石还有奇效 比如中原石 可以让你凝聚出来的山河 拥有超重力的功效 战斗石即出来 对手便会被你的山河镇压 火焰石 让你的山河拥有集火之威 无物不容 不过 天海秘境对于武者的修为有限制 可以进入的极限境界是山河小集位 因此 你们学院中有许多人特意压制修为 为的就是多进几次天海秘境 左相一口气说了许多 露出一丝缅怀之色 本乡年轻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背景 因此无缘的入 否则 要是可以拥有山河镜的某些秘力 说不定本乡的战力 可以达到五星天才的层次 林涵惊讶 连左相都是如此感慨 那这个天海秘境真是值得移去了 第939章内战开始 左相也只是发了下感慨 并没有太详细地说天海秘境的情况 他不说 林涵自然不好细问 想着回头去找水燕玉 向他了解个清楚仔细 他们乘着左相府的碾车 速度快得惊人 不多时就来到了皇宫之前 到了这里 就算是左相也不能驱车进入 从马车上下来 有守卫核对了三人的身份后 这才放行 在此期间 不得多嘴 左相十分严厉地警告道 是 林涵和向成允都是领尊 这是整个乱兴皇朝的权力中枢 也是和宁兴三大权力中心之一 皇宫的主基调是粉色 有些娘 但没办法 这里的九五至尊便是一位女皇 而且还有天下第一美女之称 连另外两大皇朝的君主也甘愿为他放弃国土 皇位的 他要不女人味十足的话 还有谁呢 林涵都是有些期待 终于要见到这位传说中的女皇陛下了 到底有多么的诱惑迷人 连两大帝王都是甘愿做群下之臣 向成允也有点不争气地呼吸急促起来 他倒不是没有见过女皇大人 只是女皇之美太过诱人 让他一想起来就心跳加速 呼吸紧张 可以这么说 凡是见过女皇陛下的人 眼里就没有美人了 只容得下这么一位霍乱苍生的角色有物 跟他一比 所谓的美女完全暗淡无光 扎中之扎 深入皇宫之后 这里的守卫就换成了女性 大概也是怕男人不靠谱 摆在这里当守卫的话 坚守自道的可能性会更高 反而不安全 比武的地点安排在皇家练武场 不但比武的场地很大 观众席也是极大 有四个看台铃鱼上方突出 如同悬崖 朝南纳的看台更是最大 如同帝皇一般 这自然是女皇大人专属的席位 平时也就九王可以上去 另外三个看台就要小了许多 现在东面的纳的分配给了骤天皇朝 西面纳的分配给了碧落皇朝 北面纳的则是由左右乡 西大将等高官共用 每次三国争霸 因为涉及到了一国之脸面 规格纳是相当地高 另外两国都市派出了一位亲王来领队 骤天皇朝是当朝皇帝的亲帝 碧落皇朝则是皇帝的四属 都是全清朝野的大人物 实力皆迈进了新陈境 林涵当然没有资格坐在四个高台中的任意一个 像承云倒是脱了左相的符 可以站在北面的高台上 在底下当然看不到高台上的情况 这让林涵有些遗憾 便是乱新女皇来了她也看不到呀 她倒不是对这位女皇陛下有什么想法 纯粹是听过太多她的绝美之名 升起了好奇 想要亲眼目睹一下 三国的参赛者都是在比武场中站着 中间搭起了一个擂台 这是擂台战 自然的有擂台战的规矩 凡是被打落擂台就算输了 否则一个逃一个追 那要打到何年何月 在场的都是何等大人物 哪有这么多时间堪破虚镜杂耍 林兄刚刚得到的消息 这下有点麻烦了 叶承运突然跑了过来 然后向其他八人都是招招手 道大家都来听听 有什么麻烦 把心大大咧咧地道 有林师兄坐镇 我们稳拿第一 就是其他人纷纷点头 林涵的表现已经完全征服了所有人 叶承运确实摇摇头 道刚刚我就是得到消息 已经把另外两国的参赛者摸了个清楚 他们也有两个妖孽 能比林师兄更妖孽吗 把心善着手说道 显得慢不在乎 叶承运确实摇头 道昼天皇朝的那位 据说是孔雀明王的后人 而比若皇朝的那位 则号称大龟王 据推测可能是神兽玄武的后代 这下 众人都是有些动容 这涉及到了神兽 那战力便不能以常理来衡量了 林涵则终是有了点兴趣 道 那倒要见识一下 他在破虚境太强了 一直都是压倒性的优势 现在若是有人可以向他挑战 反倒让他生起了惊喜 无敌太他妈的寂寞了 见林涵这么自信 众人都是心中烧定 虽然林涵没有什么血脉优势 但这位同样也是妖孽 陛下驾道 一宁女官大声喝道 在练武场的上方回荡不绝 刷 所有人都是站了起来 恭迎女皇胜驾 林涵抬头看向南面的看台 却是什么也看不见 不由失望 看台上一片骚动 乱心女皇不但实力威震天下 美艳更是连两大君王都是被彻底征服 谁不想多看两眼 可惜的是 因为位置的关系 也只有另外三个高台上的人才能得读女皇真容 开开始吧 一个有些结巴地声音说道 正是九郡王 果然 九王与女皇陛下情同姐妹 这声音正是向南高台上传下来的 上一届的第一是骤天皇朝 因此 这次是由骤天皇朝首类 而上次的第二是乱心皇朝 便由乱心皇朝率先攻类 碧落皇朝第二攻类 九郡王调整了一下情绪 接下来一句话中是不再结巴了 三大皇朝显然早就安排好了个人的出场顺序 因此 当九郡王的声音落下时 骤天皇朝中已经有一人跳上了擂台 而乱心皇朝这边 一个名叫默想的人率先攻类 林还没怎么关注 他是最后坐镇的大将 轮到他上场还有不少时间 而不管两边还剩多少人 他都不在乎 他在普通看台上寻找着 很快就看到了水燕玉 他是与学院中其他人一起来的 发现林涵的目光后 他身边几个女伴顿时笑了起来 拿水燕玉打去 把这个大美女调戏得是面红耳赤 林涵又看到了罗烈 他坐在几个中年人 老头子的后面 发现林涵的目光后 他的眼神有些古怪 既愤怒又有些得意 不过那几个中年人老年人则是向着林涵投过森冷的目光 毫不掩饰其中的杀气 都是罗家的人 林涵在心中说道 所以才会这么恨他 那就等着看阵横扫巴荒 让你们更加记恨吧 第940章无敌防御 战斗进行得很快 因为被局限在一个小擂台上 身法不能进展 不用几招就的短兵相接 不过半个多时辰的时间 乱兴皇朝这边就只剩下三个人了 而另外两边也差不了多少 事实证明 除了林涵这种偶尔出现的妖孽外 三大国在顶尖人才上的储备都是差不多的 当马兴也战败后 叶承运出战 他连条两大国共四名对手 江州天皇朝的大将率先逼了出来 这是一名女子 她身材修长 面目是美如画 一头长发直垂臀部 而她的打扮也很清朗 上半身的衣物极短 居然露出了一小节的蛮腰来 摆得像是象牙 滑得像是美玉 下半身则是一条皮裤 确实在膝盖之下都是剪掉了 露出了两条白花花的小腿 与黑色的皮裤一对比 更显白皙 她的身材真是太好了 饱满的臀部形如熟透的蜜桃 又人得想上去啃上一口 皮质的裤子则反射着光芒 让那苏兄更加显得惊心动魄 骤天皇朝 月荣儿 她抱了抱拳 叶成韵露出一丝惊艳之色 也向着对方抱了抱拳 道 乱星皇朝 叶成韵 请 请 请自说完 月荣儿立刻发起了攻击 她身形月初 带起了一道流光 速度奇快 一瞬间就出现在了叶成韵的面前 一掌按了过去 叶成韵吓了一跳 这速度之快出乎了她的意料 但这是对方的首官大将 实力强本就在她的意料之中 她好歹也是破削21星的战力 实力强得惊人 立刻凝拳向着对方轰去 哼 拳与掌轰得结实 但叶成韵确实被直接轰飞了出去 啪 摔到了擂台之下 竟然不是一盒之敌 凌寒目光一亮 这女子展现出来的战力 不过21星往上 还不到22星 可她也完全没有动用任何的秘法 这说明对方的战力绝对超过了22星 甚至达到23星也有可能 叶成韵这么一败 就轮到了碧落皇朝派出他们的大将了 碧落皇朝 中海 这是一个身材十分古怪的男子 身体并不矮 却是扣搂着个背 而且他的背好像乌龟似的 不但扁 而且还带着一个圆弧形 权武后裔 还真有可能不是乱说的 两人开始激战 月容儿在攻击方面更胜一筹 可中海也继承了龟的防御性 任你再强大的攻击轰过来 他只需要将背部一转 那龟背般的身体轻易便能化解 想要对他造成伤害 那就得拉近距离贴身肉搏 让他没有时间转身 可近身战斗的话 太凶险了 也不适合原力修者 那是体修的攻击套路 月容儿的实力显然不止于此 他娇持一声 孔雀摆灵 破灭乾坤 他的背后猛地出现了一道美丽的雨瓶 如同孔雀开平了一般 然后那共计72道雨灵齐齐飞射而出 轰向了中海 世间没有绝对的防御 只有不够强大的攻击而已 中海确实冷笑 依然一个转身 但这一回 他的背部猛地鼓了起来 一物裂开 现出一只椭圆形的黑色龟壳来 上面布着神纹 此时已是交织发光 他明明只是破虚境而已 却能引动神纹 虽然仅仅只是几道 可威力自然强大无比 这就是血脉 让他提前拥有了几分神境的威能 修修修修 百灵骑射 在龟壳上蹦闪出耀眼的光芒 百道淋雨扫过 中海毫发无伤 哈哈哈哈 中海向着月容儿反击而去 他也不攻 就是以龟被当成盾牌 向着月容儿撞击 他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把月容儿撞下雷台 那他就能不战而胜了 这很卑鄙 但效果却很好 龟壳的防御力太可怕了 而且还有神纹交织 破虚境被撞上一下 那绝对不好受 当月容儿被逼入死角之后 那就等于宣布了他的失败 他被撞下了雷台 月容儿气得蹊跷生烟 论真正的战力他绝对不输给中海 可打雷台战于他而言太吃亏了 强大的攻击力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如此一来 骤天皇朝就是这一次的继军了 只能坐看乱星皇朝 何必落皇朝争夺第一 中海这样的胜利方式招来了徐生 本来美女就有额外的观众员 现在大家自然更是一边倒地支持月容儿 恨不得将中海虚下雷台 可中海的脸皮也像他的龟壳一样厚 站在雷台上是毫无半点羞残 反而冲着凌寒的方向勾了勾手指 挑衅之意十足 凌师兄 灭了他 乱星皇朝的人都是怒了 你这也太嚣张了 凌寒淡淡一笑 慢慢走到了雷台前 射击而上 显得从容之极 快点 将你打败 我们就是第一了 中海嚣张帝说道 凌寒没有快 也没有慢 他的心灵坚定 岂会被他人所迷惑 他走上雷台 道 乱星皇朝 凌寒 碧落皇朝 中海 请 请 待凌寒也说出一个请字后 中海立刻露出了凝笑 挥起一拳就向凌寒轰去 凌寒随手一展 打出一道剑气 将这一拳轻松化解 有点实力 中海冷笑 他刚才那一拳也只是试试水而已 他神情一宁 双拳紧握 原本黑白分明的双眼镜是变成了一片煞白 陆海拳 他大吼道 猛递双拳起轰 顿时 浪潮之声大作 一道海啸的虚影浮现 向着凌寒撞击而去 破虚二十二星的战力 快要接近二十三星了 凌寒在心中评价道 不过 他现在的战力达到了多少 去 他抢步而出 一掌轰出 金色的光滑涌动 直接破开了那道海啸 继续向着中海拍击而去 中海立刻露出骇然之色 对方这是什么攻击力 居然如此轻易就轰破了他的怒海拳 他连忙转身 这是要顾忌重施 利用他天生的防御力来制胜 轰 凌寒的掌暗到了龟壳上 两人的身形都是定格 只见龟壳上神闻闪动 又挡了下来 观众们都是失望 他们自然是希望凌寒可以胜出 便是就天皇朝的人也不例外 卡 心脆的声音传来 只见龟壳上竟是出现了一道裂纹 然后如同蜘蛛往斑地蔓延 就那么一瞬间已是布满了整个背部 然后 片片破碎 宛如瓷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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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